各位好,欢迎来到Linus核心设计线上讲座 在我们之前已经有探讨过Linus的僵尸 process 里面有一边提到这样子子行序的议题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探讨就是围绕在Linus的同步机制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叫做Spinlock 那这个Spinlock这件事很有趣的地方在于说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在画面中来讲话 很多人会被这些议题搞得头昏眼花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边有Spinlock 对不对,这是在教科书看到很常见的 有Spinlock当然就对应了Unlock 这不难理解 但是你可以看到后面包含说IRQ IRQSave 甚至包含说BH 这BH可能就是叫做Butthel 那这个东西后面几个都跟中段处理有关 那甚至还包含说像Local IRQSave Local IRQDisable 跟Local Bunthel Disable 所以你会发现说整个Spinlock来讲话 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议题 Kerno竟然提供这么多API 事实上Kerno还有比画面中看到的API更多的形式 那所以这时候你会遇到一个很尴尬的状况就是 很多时候尤其说在已经在工作的业绩的朋友 在修改Linux的装置驱动程式的时候 所谓Devite Driver的时候呢 你无可避免就会面临这些Spinlock 当然不然说Mutex啦 VoQ啦 珠塞这些核心的运作机制 那修改的过程中 因为多数的时候你不会从零到尾去写 多数的时候是修改既有的 那修改过程中你会发现说 这过程中呢可能在旧版 同样的程式码在旧版的Linux 或者在比较之前版本是可以运作的 可是一旦Linux改版之后呢整件事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可能会遇到一开始遇到的就是变异会失败 那再来是就算变异过了你执行起来会失败 真的更可怕的地方是有时候会成功有时候失败 其实第三个状况是最麻烦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来探讨这个Spinlock 也是希望说可以来解决很多人的疑惑 然后想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谈这个Spinlock 甚至你会发现说我们的标题是叫做 多核处理器与Spinlock 其实这里面呢不然说像 应该知道像是Cache 那Cache其实最难的议题不是Cache效率与否 就是效率高的CacheMix这种议题 不是这么单纯 其实在多核来讲的话 你要考虑到CacheCacheCohenance 或者说像MESI 稍后会提到MESI 那这个议题呢听起来好像是计算结构问题 其实在Linus Kernel来讲话呢 这影响可大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已经有非常多的厂商 像Google Facebook 拿了Linus Kernel 来做什么事 就是发大财 那它们发大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于说 它可以随着资本的投入 在资本市场投入更多的资本 它可以服务更多的什么 更多的使用者 那更多使用者 中间可能有一定的一个转换率 那转换成广告的收益啦 或者是转换成其他的形式的收益 但重点就是发大财之前要先做什么 要你要Scale Up 那这个Scale Up 那以后来讲话呢很有趣的地方是这个议题呢 跟我们今天探讨这个Spinlock 那当然后面我会提到其他这种Kernel的Locking机制 还有把说一些在整个过程中的一个效能议题 那Spinlock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好 那在我们开始之前你可以来评估一下 评估一下就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 你要不要继续参与 第一个你去问自己说 你知道有个东西叫Atomic Context 当然有可能没听过 但是就是说 好 那这个你可能听过 来想看 你在NinzKernel能不能举出几个例子 像我以前在科技公司面试的时候呢 我很喜欢问这个题目 想说问说 举出你昨天 这很故意对不对 就是 不是 还特别讲说 昨天 而不是说上一次 昨天 你 修改NinzKernel 或者是修改Device Driver 你想得到 昨天 或者更早以前 你看到的这个Atomic Context 在什么场合出现 那我可能会有其他 写一小段程式 然后来讨论 怎么怎么 怎么运作 然后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 你从教科书呢 可以看到说 在Spinlock 你会提到说 里面会涉及到这个BZ Waiting 那到底为什么一定要去等待 以及说 等待过程中呢 会不会有这个 像前面讲的这种Skability的问题 会不会说 因为 我在一个 Critical Section 那我可能有一个Spinlock 去 在Critical Section 去标志一个Lock 跟对应的Unlock 那一旦呢 其他的核心 都在做BZ Waiting的时候 那有没有可能说 导致你的这个Skability 受了很大的冲击 有没有可能 那以及说 现在处理器来讲的话 真的在 实作Spinlock 只有在做BZ Waiting 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对吧 你要问自己 对这个东西有没有概念 那以及说 Spinlock来讲 它很会涉及到 注意到 我们讲可能 我们之后会提到一个议题 就是说 事实上这件事来改变 但是 Spinlock实作很可能会涉及到 Disable Interrupt 就像你从这个 这几个 Kernel的API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跟 Interrupt处理有关 对吧 比方说这个 这个Disable Enable 这些 这显然是有关的 那可是呢 这个东西对于 作业系统设计 Litency 以及Skability 音响到底是怎样 这个 你应该有个具体的一个回复 然后再来是说 你一定有听过Daylock 这个中文翻译叫 使节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对应东西叫 Litlock 而且 Speedlock 有可能会导致Litlock 你知道为什么 以及说这件事对整个 的 资讯系统 在我们的软体层面 以及在最终的这个呈现 到底有什么影响 那除了这以外呢 你会发现很有趣的地方是 Kernel呢 在这 在这十几年 就大约是在这十五年间的事情 花了很大的心力去 其实不是十五年 应该 应该可以说二十年 就是最早应该是在九九年看到的 所以就是在这二十年的时间呢 要去改善这个Litlock Kernel Preemption 然后呢 这件事呢 就涉及到要去避免 Disable Interrupt 也就是说 希望Kernel 运作过程中 它不要有这种抑制中断处理机制 好 那这件事呢 其实对这个 撰写这个装置取用程式有很大的影响 那你甚至可以在Litlock Kernel看到一个东西叫 Pre-End-Count 那你可以说明 比方说你可以用Pre-End-Count 来说明说 诶 这个 Preemption Enable Disable 到底是 它背后的运作体制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颜色上一个问题来讲的话 在这个Pre-End-RT来讲的话呢 它是一个Linux Kernel 一个长期的 这个专案已经十几年 这个长期的让Linux Kernel 转换成一个ATOS 就是一个Real-Time Operating System 对你没听错 事实上现在Linux Kernel 已经是一个Soft Real-Time的Always 对 你真的真的没听错 就是你会听到这个 网络上会讲说 这个某一个ATOS跟Linux的比较 那这种比较一直到今天都会存在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 事实上Linux Kernel 目前来讲 已经是一个Soft Real-Time的作业系统了 那好玩的一方是说 Linux Kernel 在此 同时也在做什么事 也要转换成一个 Hard Real-Time Operating 那Pre-End-RT 它就是在朝向这条路级来运作 然后以及说有个东西叫Threaded IRQ 那这个东西跟Pre-End-RT是有关的 然后再是Hard IRQ Soft IRQ But Hell 说起叫BH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帮他说K Soft IRQ D 或者就是帮他这个东西就是像K Soft IRQ 跟K Soft IRQ D 像这个机制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请你问问看自己 那如果你要对Linux Kernel有概念的话 这个是一个评估自己的方式 换个角度去思考 你在今天讲座结束 就是我们这三个小时结束的时候 你可以拉回来看这个问题 那应该至少有一半的人 是有点概念的 因为我们今天三个小时 事实上没办法回答这八个问题 我们只能讲到一部分 但是没关系 我这个讲座事实上还会持续在运作 好 那我们来继续来探讨 在我们之前有讲到一个就是 讲到这个同步机制 注意到它的标题写的什么 浅谈 同步机制 意味着其实同步机制很复杂 好 那你可以对照我们之前的这个录影 然后还有一些 对应的解说来参照 那你可以看到说在Linux Kernel 来讲话呢 其实整件事非常的麻烦 我们看到Spinlog 其实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那真正你要考虑的议题 其实还蛮多的 像是你可以看到像Race Condition 甚至还帮说有一些 特别的Spinlog 比方说Rewrite的Lock 这也是我们之后会来探考的 然后就帮说这些Spinlog 那我们在之前有提到说 甚至有一些是用机率模型 对 你没有看错 这个是机率 就是说 甚至我们希望大幅去降低 对Lock的依赖 所以事实上呢 有一堆研究人员 包括说我这几年也在做相似的研究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我们 就是我们 建构在这个SequentialLock 这种RewriteLock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特制一个Spinlog 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重新思考 有没有可能呢 我们透过一个 几率的方式去看 如果不去Lock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我们把某些Lock拿掉 那它 会造成Database的几率是多少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把这些东西追踪出来 动态去调整 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思维 那当然这方面的研究呢 其实还在进行 可以去参考 但是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跳跃 就变成说以后呢 这个Lock很可能是 是通过编译器 帮你去 产生 或者是消除 甚至执行一半时之间之后呢 我们可以由程式的行为 再重新怎样 把这些 回馈 这些 收集到的统计资料 回馈 然后再重新怎样 调整我们程式去做 甚至更有趣的地方是 Linx kernel 把整件事当做什么 当做一个 一个输入 一个循环的过程 然后 直接去调整这个程式的运作 这个听起来当然 这是天方乐团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 你可以发现说像 比方说我们讲这个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电子商网站 是阿里巴巴底下的淘宝 跟这个天猫相关的 这是阿里巴巴说的 那我们就相信他吧 那很有趣的地方是 同时 阿里巴巴也是世界上最大 用Java撰写应用程式的公司 就是说 阿里巴巴的这个Java程式 是非常非常广泛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些 线上的服务 以及它背后的后台的处理 有很大笔就是用Java撰写的 那你会发现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思考它的思路 就是说 底层呢 底层它就是运作Linx kernel 对吧 它上层是Java Virtual Machine 然后一大堆 这个阿里巴巴提供的 这种的那些Java程式 所以如果呢 我们有一个动态的一个 那个分析量化的机制呢 可以去处理这种 RewriteLock 而且我们可以直接对 Java Virtual Machine 或是类似的一个Language Long Time 去给一些提示 所以这件事呢 其实它可以做到一个 动态行为的一个调整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因为过去我们讲 很多程式它都是 static link 或是一个precompile 但是来讲的话 这个虚拟机的 在这个过程中 也其实可以搭配 这个是有趣可以参考 这个也许 以后我们有时间来 会来探讨这个 这部分的议题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也知道 Memory的Consistency 对整个Linux kernel的同步 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你可能知道 有一个词会叫 Memory Barrier Memory Barrier 跟这个 我们程式运作 有很大的关联 然后过程中 你也可以对照这个 中生大学的 罗希伍副教授 他整理的这个 这个材料 然后在最后呢 就是有提到 提到什么呢 提到这边有一个 蛮不错的这个 线上的电子书 那这个电子书呢 就是放在这个 GitBook GitBook很讨厌 有时候存取的还蛮慢的 好 那总之就是说 这个 我们之后呢 就照这个章节去 去描述 照它的这个结构 然后我们会搭配一些 线上材料 好 然后呢 我们来探讨这个 Spinak的议题之前 就我们在讲 多核 处理器跟Spinak之前呢 我们现在看一个议题 就是 Sermophone跟Mutex的差异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很麻烦 因为 Sermophone跟Mutex的这个差异 其实你 会发现说 这是很多科技公司的 面试题目 好 那更有趣的一段事情 你会发现非常多的教科书 非常多的文章 都在探讨这个议题 那我们这边呢讲的是 我们会参照这个 Michael Barr的文章 那 怕有人不知道Michael Barr是谁 他长期在这个 Neal Time 还有在机器系统呢 有很大的这个建树 然后 他成立一家公司 叫Bar Group 那 Michael Barr是这个Bar Group的这个CTO 那 这家公司很有趣的地方是 他提供的是顾问咨询 NASA 这个航空的 然后 再次还有一些那种工业控制的 所以你会发现说 这个Bar Group 他的那个客户 其实他是很广泛的 而且他对于这个 安全 效能 可靠 可靠议题呢 都是有很 很大的这个设定 所以我这边呢就参考这个 Michael Barr的那个观点 然后来跟他解释这个什么 解释说这两者的这个差异 那特别注意到就是说 因为我这边是采取Michael Barr 的观点 那他的观点呢 跟 有些 的观点比方说教科书的啦 或者说 某些文章会有些冲突 请你 请你 请你特别注意到这件事 那我们就 顺着这个Michael Barr的思维去看 那其实呢 这不管是 Samson Mutants也好 他就来确保什么 确保 Quickle Section 等一下我们会来解释 这个Quickle Section 但是你可以先照着你以前在 作为系统的书籍看到的 这个认知 我们来确保说 Quickle Section内 就是我在这个 确保这个Quick Section 一段重要的 会是 就是程式的正确 那在这过程中的正确 不管是进去 出来 或者是在过程中 那也换一个角度想就是 让多个执行单元 在 运作 而且在 存取共享资源的时候 程式结果 不会因为 执行单元的 时间性或 顺序影响 而导致错误 这是非常重要 它 事实上 Quickle Section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 就像这个 人民词在暗示的 它 某一段程式码很重要 那这个程式码呢 如果你没有特别去处理的话 那 只要有人先进来 有人晚的 我们要过来 不然就反过来出去 就是 一次进来两个 一次进来三个 那这些都有可能 让结果会有阶段不同 那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一点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很特别的程式 我们叫 一个区段 我们叫做Quickle Section 那不管是Semifon跟Mutex 都是来 让 什么 去确保Quickle Section 里面的 这个程式运作的正确 但是这两者差异在哪里 就是 呃 当一个Parse在使用Mutex的时候 注意到 这个实际上的行为 意味着什么 去持有 一个Mutex 然后呢 就是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有趣的地方是 其实Mutex就像一个什么 一把锁 那就像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 以前有个谚语吧 叫做解零还去系零 就是谁去持有 就是 就谁要能够去解 好 那 反过来说呢 如果我们今天 是在 Semifon的时候呢 注意到 Semifon的设计机制是这样 就是说 它会发一个 Signal 注意到不要 不要跟那个 Parse的Signal搞混 反正就是说 一边是发出信号端 就像你那个 以前不是有些 一些东西叫做 就是 打手 手势 或者说那些旗号 就是这种东西 所以 有一边呢 会发讯号 有一边呢 会接收讯号 然后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就是 呃 一边是发送讯号 一边是接收讯号 所以你发现这件事 其他就是什么 很典型的一个议题 叫 生产者 消费者 对吧 好 然后所以特别注意到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 呃 Semifon呢 在运作中的 过程中呢 它就在解决一个什么 一边是生产者 一边是 消费者 好 那所以这彼此呢 会有接收讯号 然后做出对应的回应 好 那这边的这个细节我就 不赘述了 所以其实 你看得出来 Semifon 跟Mutex 其实呢 它是两个不同的情境 好 那 所以 我们要确保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呃 算这两者最终呢 都是确保 quical section 正确 好 但是它的观点不同 一个是以持有者的观点去想 好 谁去持有 谁去解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 我这个 一边是生产者 一边是消费者 那 生产 生产的消费者的问题呢 就会涉及到 比如说消费者 如果它消费的太快 那生产的时候没有怎么办 好 就像消费者太多了 那结果那个 商店的东西都卖完怎么办 会比较 fast 这个呢 那反过来说呢 这个我在 消费的时候呢 也要考虑了吗 诶 物品 是不是有足够多物品 好 然后生产也要考虑到一体 是什么 就是我要传递到市场的时候呢 可能已经超过的容量 市场这样能够一个事情能够存放的地方还是一定有限的 所以 如果这个价值上的这个商品已经满了 那我生产不应该在 知道 不应该在 在 继续生产这些物品 好 那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 发送跟接收的议题 好 然后呢 这边会有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就是说 呃 很多时候呢 巴尼的Semaphore 在实作上呢 就是 会跟Mutex的程式码会长得非常像 甚至有时候呢 就是用一样的程式码 好注意到 这个完完全取决于做一些种实作 好 我们上次讲的东西叫什么 这叫概念性的差异 好 所以注意到这个是概念差异 但是呢 在实作的时候呢 某一些作业系统 会把 Mutex 跟Binion-Semaphore Binion-Semaphore 就是说 它的状态就是跟E 会把它用同一段程式码 用同样的方式去实作 好 但是呢 我们还是可以在概念上去区分 所以Mutex呢 可以看到 它是有这个持有者 好注意到 它是有持有者的概念 所以呢 在同一个时间点 只有一个什么 单一的Poset 可以存取单向之间 注意到 就是因为某一个资源是由某个人去持有 所以一个时间只有一个人去持有 好 那可是呢 Binion-Semaphore 它虽然是 它的Binion就是意味着0跟1 好 但是呢 它的关键在哪里 是 producer跟consumer之间的什么 它传送一些讯号 所以它是在这种 在这种通讯前提下去运作的 然后 事实上呢 还有一种 Semaphore 你可以把初始值 把设定成0 所以它就是大致发送 发送这个通知 它就是用了 就变成一个signal 那另外一个 这两个 就是Mutex跟Bin-Semaphore 它有一个差异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的情境是要遵守这个Mutex的这个 的那个语意 也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Semaphore 就是要有一个取有者的话呢 那就考虑到一个状况 叫做Priority Inversion 我们来看一下 Priority Inversion 听起来这个名词很深奥 但是其实它没那么难理解 我来想一件事 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画面中的来讲话呢 所以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横走呢 是时间 然后呢 重走呢 是优先权 所以可以看到上面 它显然是优先权比较高的 我们就称为H 那优先权中间的 我称为M 那优先权D的叫Raw 索写叫L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个 时间点 比方说 在这个时间点 注意到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 假设呢 我们有一个共享的资源 那这个共享资源是由H跟L去持有的 所以一个是 优先权高 跟优先权低 都想要去持有的资源 然后由这两个任务所共享的 好 那如果呢 我们在这个时间点 让第一优先权的L 先去持有这个Luck 那所以这时候会发生一个有趣事情 我就是这个L去持有这个Luck 这没什么问题 所以谁持有就要谁去解 对吧 那可是呢 好玩的事情是说 如果呢 中间有一个任务 比方说M自行 它排成进来了 好 那因为M的优先权高于L 所以呢 会发生一个东西叫做Pre-Ent 去抢占 对吧 原本是L在执行 然后呢 但是因为M的优先权比较高 所以这个M呢 去抢占了这个L的执行 到目前为止 没什么错 好 可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 比方说在这个时间内 注意到 在这个时间内 这个优先权更高的H 想要去执行的时候 它有没有办法执行 平常如果没有M 在搞鬼的话呢 其实H是一定可以执行的 因为它优先权比L高 只是说 什么时候真正 从排成到真正执行的时间差而已 可是呢 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会发现有点尴尬 因为M这个任务呢 已经执行了 在这个时间内已经执行了 那即便呢 更高优先权呢 H想要在这个时间点 注意到这个时间点 想执行的时候 基本上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 H的执行仰赖了什么 仰赖了这个L 什么时候把资源释放掉 可是呢 因为这M一直在执行 M执行越久 这个原本被L所持有的资源 就没办法释放掉 所以这时候呢 会遇到一个奇怪的状况 明明H的优先权 显然是高于M 也高于L 但是因为 因为H呢 要等这个L所持有的共享资源被释放 所以他就是等 可是呢 这件事呢 很可能没办法被执行到位置 因为M一直在 抢占这个L的执行 除非M结束 L才会把他释放 那这时候H呢 才把什么 抢占L的执行 所以你发现 整件事呢 我们为什么称为 叫做Priority Inversion 就是原本优先权高的 应该就要抢占 就是 时时刻刻就要有能力去抢占 低优先权任务的执行 对吧 可是在这个情绪下 在这种就是 中间的优先权 抢占低优先任务的时候呢 而且低优先任务 已经有持有一个Lock的前提下 这时候发生抢占的时候 会导致H 它没有办法 时刻刻都去抢占 那这有什么影响呢 是很显然 只要M执行越久 H就被拖延越久 那这个东西呢 它有个很经典的例子 就是这个Mars Pathfinder 就是火星的这个探测号 在1997年 它的确就在火星上 这个任务呢在 1997年 它就是7月4号 就是NASA 美国的NASA把这个探测号发射 那的确呢也顺利的在9月的时候抵达火星 可是尴尬的地方是 抵达火星之后呢 其实降落都非常顺利 但是尴尬的地方是 中间就遇到这个Pi-Alti Inversion 而且中间这个任务呢 就之前非常长的时间 导致重要任务呢 没办法做回应 所以系统呢就有一个设计 一旦重要任务很长的时间 没办法回应的时候呢 怎么办 就重新开机 好 那重新开机 乍看就好了 但是这时候又 过一段时间又发生Pi-Alti Inversion 所以导致这个火星探测一直重开机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悲剧的事情 那这个有兴趣你可以去查一下 那我们刚好之前又做一个对应的讲述 对应的一个材料 如果在之前的话你可以找一下 应该不难找 就找Pi-Alti Inversion跟火星 好 那你就来探导说 这件事为什么发生啊 以及什么 以及这个 以及这样的议题啊 对于什么 对于这个 对于后面人们设计 一个即时系统的影响 那这个例子实在是太经典了 因为刚好就是什么 刚好是 20多年前的事情 那这件事的冲击呢 其实对所有的这个 即时的作业系统呢 是很大的一个警惕 那即便呢 当时用的这个作业系统是一死自选 叫做WinRuber公司的VxWars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这么专业的 用这么有经验的公司 他就 不然说NASA这些人 这也是非常优秀的一群人 都会犯这个错 那所以导致呢 后来呢 人们就开始去设计一大堆的机制 所以比方说呢 你可能知道 里面就需要一个机制 叫做Pi-Alti Inheritance 或是类似的一个机制去解决这个 它有很多方法 就比方说Pi-Alti Inheritance Pi-Alti Saving 这样一个 一个 一个样的协定 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要去避开 这个Pi-Alti Inversion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些机制去防范 那所以在Mutex的实作 一个正确的Mutex实作呢 其实要特别去考虑 这个Pi-Alti Inversion 就是透过刚刚讲的Pi-Alti Inheritance 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等我们再晚一点也会探讨这个 特别考虑到这个议题 然后 这个 Michael Barr呢 那它就有 它的观点 就是从这边去探讨 就探讨这个 像这个 这个 从一开始 的 Semiphone的输选模型 注意到 Semiphone是先提出来了 Mutex 就是Semiphone其实提出很早 就是在 六年代就有 但是Mutex 这个东西一直到七年八年代 就是八年代才出现 而且它出现的是 为了要 减低这个 在做一种设计上的一个困难度 那 如果对这个二方面的解释呢 不是很清楚 没关系 你可以参照一下 就我们之前 就是 这个问题做的过程中 一直会遇到 YES 就是有这个 Semiphone的Mutex 好 那这个有一个 一个多小时的讲座 那你可以搭配 底下的这个材料 然后去 去做参考 那这边呢 那顺便讲一下这个 面试的时候 遇到这种 题目的时候 那你该怎么怎么作答 好 这个是一个面试小技巧 好 那 这个是之前有的一个学生 嗯 嗯 他的program 蛮有趣的 你可以对照看一下 好 所以就说 如果你在面试的时候 被问到这种 很常见的题目 就是 基本上有很多 IC设计公司 应该都喜欢考这个 或者说 对那种 有在做一些 呃 云端底层的 啊 或是用 做那种 server的这种 enablement的这种 职位 你可能就被问到这个问题 Semiphone跟Mutex的差异 那注意到呢 因为呢 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 问题很短 但是回答方式 非常的麻烦 它有非常多的层面 比方说 概念上的差异 实作上的差异 刚刚有提到 有些作业系统 在Semiphone跟Mutex 它的实作程式码 根本就是怎样 几乎是一致的 所以你还要问说 今天是 问概念 问实作 问用途 就是说 诶这个东西呢 我们 正确性 效率 这种 是哪个东西比较重要 是要确保说正确 那如果要正确的话 Mutex的实作就很复杂 就像刚刚刚提到的这种 Pi-Audi-Information的状况 要考虑 那有时候呢 还要反过来 还想 诶 还要考虑要什么 效率 很多时候呢 效率跟正确 它是给大家去战 你不能每件事都要求说 又正确 效率好 很多时候 是做不到的 至少在Mutex的情境 我们就要看说 它是哪一种Mutex 甚至呢 还包含说什么呢 包含说你的 场景 甚至包含说 一些现代的初期 比方说我们讲 多核的初期 多核啦 单核啦 包含说Linus 那个是什么 Linus 或是MacOS 包含说Windows 所以注意到 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问题 而且所以 其实要看你的情境 那有时候 你问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是被 你也知道嘛 尤其台湾的公司 有时候 台湾公司很多主管 都没有 没什么准备 你不能怪他们 因为他们真的 所以很多主管 他基本上问问题的时候 没有准备 他就是想到什么 这没什么错啦 但是呢 遇到这种状况 那你跟他认真 你就输了 对吧 所以 你有时候 要先用个什么 比较简单的方式 不要三十秒先回答 想这句话 你看这个学生很认真 还特别去练习一下三十秒 可以讲完了 诶 然后发现 这个主管在点头 或者说主管说 你再讲小气一点 那就讲这个 对不对 讲这个叫Ownersion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是什么 像是PiAudi Inversion状况 诶 这时候发现主管又在点头 或者他没有打到你 那怎么办 继续讲下去 所以注意到 在面试的时候 其实你要实际这种 三十秒 六十秒 一百二十秒 或者说他低头呢 这个主管低头干嘛 玩手机的时候 对不对 那这时候你要讲一些比较猛的话啦 比方说 比方说这个主管呢 就很无聊啊 不想听啊 他就玩他的手机啊 或者装盲啊 对不对 这时候呢 你就要讲一些比较猛的话 比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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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 你讲到 他都没得看 他说 以我去年 设计高频交易系统的时候 就是用在这个 那个什么 这个Top500的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富比式 排名千五百名的 某一家公司里面的 这个高频交易系统 对 他主管就会抬头 听你讲 哦 什么 你怎么做这么难的东西 那就去听下去 所以就这样 尤其在台湾的科技公司面试 特别重要 然后呢 然后我们来看就是说 呃 事实上呢 这个问题的回答真的很困难 因为我刚才提到 其实你要完整的回答这个问题 事实上你还需要什么 考虑到实作面 你看哦 3DX 科隆呢 其实一开始就是用 SIMFOR 一直到2.6.16 你看到那么慢的 才知道 才这个 才从这个 SIMFOR 里面把MUTAS分出来 所以特别特别注意到 而且呢 在实作MUTAS的时候呢 事实上还有一些加速的技巧 所以它实际上有好几种不同的实作 还有快速的路径 也有什么 也有这个慢的路径 那你会好奇啊 有快的干嘛用慢的 因为快的路径可能会涉及到正确的问题 也就是说 它走快速路径有可能导致错误的结果 注意到哈 所以如果说你要去往每件事都是正确的话呢 或是 或是 某些条件它是没办法发生的时候呢 那我就只能这样 只能走慢的路径 所以你看它有不同的路径 那里面还有一些特化的一个什么 像MCS Spinach 所以 比方说你刚才 像这个讲到一百二十秒的时候发现什么 发现这个面试你的主管在玩他的手机 而且 你知道有些主管讨厌啊 对不对 玩手机的时候还要装作那一副很认真在听的样子 其实没有啦 他就是打开大家蓝 又说 面试好无聊 呵呵 所以你在这时候就要讲 讲突然猛了吧 对 我帮你修理高频教育的教育系统的时候 好 它反而还准 好 那这时候呢就要继续讲吧 继续讲这个实作机制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 Linux呢 它是一个持续在进化的系统 持续在演化的系统 而且这个演化过程中往往都跟什么 商业的需求 往往都跟现实的考量有很大的关联 所以我们学Linux一定要从这个历史去探索 这个我们之前也有提到类似的概念 这个不是一个什么 不是一个什么很迂回的事 很迂腐的事 不是 是如果你要彻底掌握定的事 一定要从这个脉动 不然你永远就是看旧版的坑统 然后去回推新的 或者说看新的 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新东西长这样 因为你少掉中间的过程 然后说这以外呢 我们来知道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说 事实上在Mutex的实作 它的成本代价是比较高的 你看到 这边有个列表 就是说比方说这个 在64元的Intel加工下 它需要40个byte去它的资料结构 那反过来Semiphone它只需要24个byte 那你说这件事有没有影响 有 一旦你Mutex变得很多的时候 它只能整个资源的开销数更大 然后 那这件事呢 跟什么 跟那个cache会有影响 换个角度讲 如果我们讲之后这个cache miss 什么东西会比较严重 可以的话 当然Mutex也会影响比较严重 然后你看 以这个 像4.6.0的rc2 然后你看要说什么呢 使用Semiphone的地方75的地方 然后Mutex在1000多个地方就会使用到 然后你看 再来是什么 才是不会把这个Semiphone的Mutex来用 那这个东西呢 你刚好可以搭配什么 搭配看这个解说影片来做思考 那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跟大家讲 因为 我们去思考吧 你为什么参加这次讲座 不就希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需要一个什么 更好的地方让你发挥 那面试 是一个门票 所以真的 我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些讲座 除了是给我自己做记录以外 真的是希望说我们的工程朋友们 可以变更好的人 那 这真的是要去做 那底下你看一些 就是说怎么回答 之类的 特别是针对台湾的公司 去做最佳话 对不对 考虑到部分的主管缺乏耐心 中途打断 对不对 所以注意到讲话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这个议题 千万不能只是 照着这个教科书啦 或是照着你 你在说是口试的时候 那种 答辨过程那种 那种不了不行 你要考虑到你很多主管思想 可逼这样 可能没什么耐心 那就这样说 给我准备一页的投影片 一口气给我讲 讲完 那 这个 好 所以讲到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 呃 所以比方说像这个什么 非同步事件通知啊 状态啊 这种议题 好 那我们讲这个Semonform 跟Mutex之后呢 我们终于 可以干嘛 来看我们今天的主题 对不对 我们今天主题显然不是Semonform跟Mutex 我们今天主题是Spinlock 还有多核 对 我们铺成那么久 为什么都还不讲呢 为什么 因为 很多观念是共用的 但是又不是那么接近 好 那 过程中呢 如果你遇到问题的话 请你用这个 我们这个聊天室 就是 我们现场讨论区 你可以提交你的问题 或是说 发现哪些地方讲错啦 或是需要澄清地方 请你善用这个功能 好 来继续 那这时候我们来继续看这个 Quickle Section 以下 都剪写到CS Quickle Section 然后在这边来讲话呢 我们会来看 有一本 搭配看一本 很好的一个教科书 那书叫做 CMU的这个 CSAPP 就是这个 CSAPP 这个 这个材料 好 来看一下 40页到50页 这边来讲话呢 我觉得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呃 我们已经有提过这个 知情序 那知情序呢 它是一个 知情单元 而且在Linux来讲话呢 Linux对知情序的实作很 很曖昧 对 请注意到为什么用这个词 叫曖昧的词 帮大家复习一下 好 呃 我们在之前这个 不仅是个 知情单元的process 有提到这个词 最大 我用的词是 曖昧 好 那 为什么说这个东西 曖昧呢 因为呢 你看 这个Linux来讲话呢 呃 其实Thread 是 它本质上 仍是一个process 所以看这个 很奇怪 而且Linux的Thread 是透过这个 Clone这个系统呼叫做出来的 Clone这个系统呼叫 可以产生Thread 也可以产生process 然后呢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Linux的Thread 只做到资源分享 但是它不是一个什么 不是一个 工作一个最基本的单元 不是 很多资源的分配 跟封装 其实是在process里面 那 换个角度讲 Linux的Thread 只是一个很怪的 很怪的一个词作 那这个东西呢 为什么设计那么怪 它是考虑的效率 所以你看 Linux能够设计的 就是为了效率 那 但是 也有很多那种急救张的东西 比方过去是这样 后来就不是 像刚才提到这个 Stand of Commutes 在2.6早期的版本 甚至还是怎样 是 是 这两者是不区分的 是在后面才区分的 所以特别注意到这个 是我们这样 比方学习做一种概念 做一种概念学的是什么 是学说帮人 Linux Windows FreeBSD 或者一系列这种追求 它们的共通点 或者说它们一些 观念上一些相似出 哪些不太一样 那可是呢 在词作面来讲话 我们要考虑到它的场景 考虑到它怎么被运用 以及说 发生错误的几率 我能容许 像我们在前面讲这个 讲这个同步机制的时候呢 我们甚至有提到一个东西叫做什么 几率 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 Lock的成本是很高的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提出一些什么 一些特质的 特质的路径 就是比方说 像前面提到 就是说一些什么 透过这个 几率统计 的一个方式 去找出个特殊路径 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 某些的Lock拿掉 动态拿掉 那 会出错的几率 如果可以降到很低 那速度可以 多数的速度可以 拿掉 我只要确保说 它的发生几率可以降到非常低 但是这个 这样听起来 那样偷吃不 但是整体来讲 它对这个尤其在Scapability 的冲击是 影响是非常大的 好 那所以总之呢 Linus Code是什么 就是一个 持续演化的东西 所以你在探讨的时候呢 你不能只看观念 吃做 不要对照看 当然是最好对吧 你学了观念 学了实作 再拿实作再回去看观念 好 我们来看这边来讲 这个CSAPP 这本书呢 它就提到几个很有趣的东西 你看画面中来讲呢 这个 这是时间轴 对 这边是时间轴 右下面呢 就是越新的时间 那你可以看到 咦咨询A 它分配到的时间 是这边一段 另外一个时间一段 然后呢 B的话呢 是在这一段 然后 C的话是这一段 所以发现这三个证据 这三个证据呢 彼此的执行呢 没有相互干扰 对吧 它时间都是初开的 然后 那更有趣的地方是呢 你可以看到B跟C呢 它是循序的 就是B做完了 然后就交给C 可是呢 这个A跟B 彼此的执行是交错的 所以 谁会受到影响呢 像我们前面讲 Curical section 其实 B跟C是不用管的 因为B跟C呢 B做完才换C 所以它不会有什么相互影响 可是呢 A跟B就不一样了 那执行是交错的 那通理 A跟C 执行也是有交错的 好 那所以我们在实际上来讲的话 我们要看探讨什么呢 探讨难就难在 这个今天这次讲说 我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 跟你讲前面的 Same for Minutes 我花那么多时间 跟你讲这个执行序的议题 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 多核的世界上 在单核的世界上 相对单纯 注意到它没有很简单 注意到它是相对单纯而已 那这个时序上呢 我可以确保说 任何一个执行单元 不管我们讲Process 或Thread 只要你有办法抽出 最小的一个执行单元之后呢 它在实际上是独立的 所以你看到 这个A B C 在实际上 它最小最小的单元 比方说 这上面的其中一个黑点 彼此的黑点 它是不会充叠的 可是呢 在多核的世界 多核处理器的世界 注意到我们这个讲作用 我们称Kernel 叫做核心 但是称 称为叫Marty Cole 称为叫多核 注意到我们不讲多核心 为了避免对应的那个 英文用语会有问题 你可能会把它 误会成Marty Cole 注意到 的确有Marty Cole 这个词 注意到 Marty Cole 这个词也是存在的 在虚拟化世界 它就是一个Marty Cole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东西是有词的 所以 对吧 Marty Cole 你怎么翻译 你该不会翻译成多核心 那多核心 你跟Marty Cole怎么办 所以注意到 所以我们在这个讲座 用语特别讲 叫做 多核处理器 那在多核处理器来讲话 同一个时序 注意到 同一个时序 执行单元进行回程 会有 不是不唯一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 这有三个什么 三个执行序 在实际上 两个学体的Core 上面运作 所以 这个过程中 就会有一些 更复杂的议题要存在 你隐约发现 这些是更什么 SpinDark 就是他观点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考虑到 同步的机制来讲话 虽然你在教科书 分很多材料 我要跟你说 Process跟Spread的差别 对吧 几乎是B考题的 那反正你就会看到说 建立Process的成本比较高 建立Spread的成本比较低 那 那因为Spread的成本比较低 这个 切换成本比较低 他不用考虑到AJSpace 所以他会比较快 注意到这句话也是错的 要看前进 如果我们考虑到同步的机制 这个Threader有可能会比 有可能会比这个Process 来的那个 考考验来的大 但是就是说在 在那个多数情况下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同步的 那个机制的限制 因为他设计死了 就是说他的这个成本 会是比较小的 好 那这边就是一些参考的这个数据 那Process的控制 包含说那些 AJSpace的议题 那是两倍的成本 那在没有同步的状况下 好 那再来是P3呢 就会去规范这些界面 好 那好玩的事情在P3里面 也可以看到什么 P3的 P3 P3 你会看到像这样的一个界面 好 那注意到P3的那个 最主要是在规范的一个什么 规范的一个界面 好 以前Windows NT后面的那些 相容的追准 它有个什么 它有个实作的依据 好 那去看 好那这边是一个小程式 那这些小程式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来讲会有一个建立直进去 对吧 那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thread function 或是thread routine 就在这边 那如果去看它内部实作呢 就是我会带一个参数 那这个参数目前是now 没有的 然后带进去 然后就做这件事 好 那所以呢 事实上呢 在原本的 原本的这个main 它就有一个main thread 原本程式就在运作 但是在某个时间点 然后我建立这个直进去之后呢 那我就会 我这个什么 我这个 这个thread function 或是thread routine 就会执行到 那 这个 这个后面return 然后呢 但是呢 原本还是缤分两路执行的 到什么时间点才会 回到这个 只有main thread呢 有很重要的function叫什么 join 所以注意到 我们称为这种模式叫fork join 就是说这两个概念 分叉 然后之后呢 又合起来 就要称为叫fork join 不要跟 unis上的这个fork系统不叫搞错了 我们之前讲这个 讲process的时候 又讲到这个fork 但是 这个我们讲到fork 和join 它是一个概念 好 乍看没什么问题吧 但是哪地方在哪里呢 哪地方是 当你设计一个 稍微复杂一点的程式 比方说你设计一个web server web server主要是在干嘛 接受这个web的请求 对不对 有很多web的要求 然后比方是显示成功大许的网站 所以比方说我就会再打开网址 输入htvp 冒号写行形线 www.ncku.edu.tw 像这样的东西 那另外一端呢 web server看到这个请求之后 要做回应 所以这个回应之后呢 原本这个使用者用浏览器 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看到这个承担的网页 初步的显示 那同理 在浏览器内部呢 也会有不同的情绪 乍听之下都没什么问题 听墙完美对不对 难的地方呢 难的地方呢 就是在说呢 你如果去管理这个资源 如何确保 我分了这么多质量去处理 比方说分了好多质量去呈现 你浏览器的哪个元件 或者哪个资源 像你知道吧 html 它是文字的 那它里面会去指示 会去指拍一些 一些indicator 比方说这些资源 那问题呢 我是让我可以建立一个新的资源去 去专门去把图片 或者把生意把它抓取下来 所以可以一边抓取文字 一边解析这些连结 一边去把这些对应的图片抓下来 那我要怎么确保说我在这个图片中呢 这资讯结果是正确的 这件事 就是其他一个东西叫3 step 那这个呢 就是里面一个很关键的议题 那除了这里外呢 还有个问题要考虑到 叫什么呢 叫做data race 好 我们考虑一件事 比方说这边有个i 好 注意到i 在这里 那它是一个function 对吧 那i呢 它传递的时候呢 它当个参数去传递 所以我今天传递的是什么 i的D值 对 所以我这边来讲话呢 我有个reference 就是 就是 我传递的东西是指标 然后呢 这过程中呢 我把它做什么 直接注意到这个东西是什么 the reference 把这一段这个什么 这个指标 遁印的那个 记忆体空间 然后把它做出来 然后取里面内容 可是我不是只有取它里面内容 我还怎么 改变它内容 那这件事就很尴尬 因为呢 这个i 这个 它不是只被读取 它也会被写入 可是 具体的执行时间 就是说 像我们前面画出这种图 就是说 这个思维function 到底在什么时间点之间 不是那么单纯的 就是 单纯这样focus join 有可能等一下 有可能是 缤分多路去 去跑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它这个先后顺序都不同 比如说 有可能是 两个sway function 一个先做 另外一个接后做 但是有可能 两个sway function 在同个时间点 几乎同个时间执行 那这时候 就导致i个字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称为这件事呢 叫什么 叫做data race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如果呢 我们今天就把这样的 那些程式 它就是 每个一段时间去更新 那没有race的情况下 它就是这样 它就一直跳 对不对 随着 随着程式之情 因为它都是循序的嘛 没有循序之情 然后就一直加 接着再加上去 所以 时间越久 这东西就加越多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玩的地方是 如果是有发生race的话呢 那就会看几率 那应该比较 单核 还是有这个 它只要这个数字 变成大于1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就是有遇到那种 写入的时候呢 一边在读取 好 那这个状况在多核的状况下 又显得更严重 所以多核的情况下 几乎大部分都是错的 对 还是会有1的 但是很多时候呢 就是会有那种 一边读一边写一边读一边写 这件事就发生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来探讨Spinak 你大概想得出来 就跟这些是有关 Spinak在实作来讲 你会看到教科士会讲 Spinak在单核的情况下 是不用管的 在多核的情况下 就变成一个beasy weight 这是教科士说法 但是实际上 在最终的实作的时候呢 我们有另外的考量 但是你看得出来 这些同步极致 是非常关键的议题 否则它 你 程式不见得不止不会快 而且怎样 会有大量的错误会发生 所以总结来说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设计 设计来讲的话呢 其实你有很多层面去看 比方说 在 从Thread观点 从Process观点 那另外一个是Event Event的话在这个 比较常见的是在那种 即时作业系统 或者是说 没有作业系统的设计来讲 你就想要说 它有点像那个投逼机 对不对 你投逼机在做什么事 就是比方说 先投进去的硬币是 这个 十块 这个是五块 那所以比方说 我先投一个五块 先投一个十块 再投一个五块 总计金额是十五元 那又反过来 先投五块 再投十块 总计金额还是 还是十五元 可是这两个东西有差别的 比方说你投入 假设你投逼机里面 已经有一个十元商品 所以你如果先投十元 十元商品 那个灯要链着 反过来说 如果你先投五块 而且呢 这上面的商品 就是十元起跳 所以灯 完全不应该亮 那当然 你把十块钱 先丢进去 然后再五块 或者五块钱再丢 再丢十块 这两个状况都发生的时候呢 会遇到什么 这个灯就会亮着 对吧 而且 如果你的商品上 有的东西是十五元起跳 那一个灯也会亮 所以充足代表 它就是一个 只是一个事件 就看 投十块 投五块 这个事件 所以这是 Event Based 那不过这个通常都是 跟这个 多核的议题 比较没关 所以我们不探讨这个部分 好 所以我花了那么多时间 跟大家讲 在讲什么呢 再说一次 所以我们其实的意义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其实要考虑到这个部分 因为呢 我们在多核的世界上呢 这个什么 这个 执行序列也好 跨大设计也好 它会在许多的核 中间 之间执行 那 共享的状态怎么办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个很有趣的图 像你看到这张画面 这张图呢 就是来跟你讲这个 涉及到 城市执行的路径 还有共享资料的影响 好 并不是说叫你完全不用共享资料 好 如果你完全没有共享资料 这程式可能写不下去 好 但是影响在哪里 影响就是说 这个quical section 好 还有它这个 哪些区域是安全的 哪些区域是不安全的 好 我们等下来探讨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部分 就是 讲这个quical section 跟 这个程式正确的探讨 那这个议题呢 其实是 非常深奥的议题 不过 也不要太挫折 就是 天底下很多议题都很深奥 但是过了一些人 就知道它的意思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一样也是在csapp里面 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data race 那 这种状况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就是说你看 比方说 我这边来讲的话 在这段程式嘛 它里面 有好几个执行序 比方说这边有n个 建立n个执行序 那但是呢 它对应的这个thread function 都是同一个 就是底下这个thread 然后我们每次传递进去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i 虽然乍看字架它好像是一个区域变数 但是 因为我们把区域变数的 这个什么 的d值 当作参数传递给这个thread function 所以每个thread function 事实上呢 是 会看得到 看得到这个 这个i对应的值 好 可是呢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就是说 这边来讲的话呢 呃 这段程式嘛 乍看没什么太太大问题 好 但是真正哪地方在什么 在说 如果这个i 被变更了 好 那会有什么影响 好 这个这个这个影响可大了 好 你想哎 这个i会不会影响 来再回想一下 好 虽然它是一个区域变数 可是呢 这个每次回圈内容不是为改变吗 对吧 好 那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说我i一边改变 好 所以放行一边执行 好 那你要再一句是 我当我们呼 当我们透过 pflake create之后 建立那个 建立那个 那个执行序 它的执行的顺序是没有 对表保证的 好 虽然你是先建立 编号1 编号2 编号3 编号4 但是不代表说它的执行是 1 2 3 4 好 因为 事实上这也设计到什么 设计到 整个执行序的那个排程 好 还有说 执行序的实作 所以重点是说 我们建立执行序 没有保证它立刻执行 可是呢 这个i 照这个回圈来讲 它其实一直跳着 对吧 从0 1 2 3 一直跳 跳到N-1 好 那这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很尴尬的状况 就是 请问这i这个值 它的执行每次结果都会一样吗 其实不会一样 好 所以它实际上设计到一个东西是什么 这样子其实也是一个竞争 好 因为它是设计到什么 注意到 不是 你强我强你才会竞争 因为 我们 整件事看的东西叫正确性 以这边来讲的话 第一次执行是这样 第二次执行是这样 第三次执行是这样 它有完全可能会完完全不同的结果 好 那这样的东西我们就称之下 叫做data race 也就是我在资料的程序来讲 不是garbage in garbage out 而是garbage in 但是会有garbage one garbage two garbage three 不同的这个数字 这样我们称会叫什么 就是叫做 这样的话就是data race 注意到这个中文翻译叫做竞争 那 为什么用这个词 它不是大句 就我们在中文的语义 竞争其实是一种大句 对不对 比如说我跟你都在争搬到第一名 或者我跟你都在追某个女生 你成功我就失败 当然有可能是我们两个都失败 但是呢 这边讲的东西其实在意这边是什么 在意这边是正确性 比如说 这边的竞争是来自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在于说它的场景 比方说我跟你都关注某个议题 所以这个就是行政 因为这个议题呢 它的关注的议题 它的内容会改变 而且可能你跟我改变之后 你跟我都关注这个之后 导致这个议题 比方说我们两个都想去追某个女孩子 可是这个女孩子可能一开始 还喜欢的是男孩子 但是后来被我们两个男生烧到久 他可能觉得 其实女孩子更好 甚至改变他这个女孩子的想法 这个就是本身的意思 所以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状况呢 这很严重的状况 就是说每次的结果会不一样 那当然这个身为工程师的朋友 应该都很熟悉这件事吧 你每次开会的时候 被那种专案经理咨询的时候 就说 我敢发誓 昨天晚上它是对的 昨天晚上它是好的 或者说 开这个会之前你结果都对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打开就不会动 那这时候你就要去想 会不会遇到这种Data Risk 好 这件事呢 要怎么去避免 好 比方说呢 你要缩减 这些共享的 变数存在 就是你要去思考 这些重点变数是多有存在 或者说呢 你甚至有一个 建立一个特别的区域 比方这边来讲 我就每次建立一个思维方学的时候呢 我为了它特别去配置一个空间 这个配置一个工作区 那这个工作区呢 因为每次呼叫maylook之后呢 你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就是它会在一个区段 你可能知道 那个叫heap 我叫heap 配置不同的空间 不同起点空间 那这样的话就避免分享 所以我生活到就在一个工作区运作 这也是一个常见的解决机制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其实还要考虑到像这个 data class 还有这个slate safety 那所以我们刚才展现给大家看的 就是这张图 这张图呢 你看到 这我们建有两个直升区 那一个叫0 一个1 所以我们建立一个二维的 建立一个二维的一个迪卡的坐标 那你可以看到说 我横走是 直升区是0 那重走呢 是1 那当然如果说今天有三个直升区的时候呢 你可以 data坐标再扩充成什么 三维的 三维的空间 然后 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有趣的地方在于轨迹 好 那这边来讲的话呢 你看到 这边就是 我今天呢 去操作一个共享支援 比如说p 那我这边 我就这边取得共享支援 变号0 另外共享支援变号1 那这是我们释放 释放 释放变号0 释放变号1 同理 我这边取得1 取得0 释放1 释放0 好 那我就要看我们怎么走 很多路径本身呢 是安全的 主要啊 很多路径本身是安全的 就像 再次可以看到 这里 好 就是我们有些路径 它总是安全的 比如说这边 取得取得 然后走到这边来 再过来再过来 好安全安全 好 那反过来说有些路径呢 就是就是什么 不安全的 然后像这条路 好 就是我去取得资源 你要注意到啊 取得1的资源 但是呢 我在这个1 什么时候被释放 其实你没有办法确定 对不对 所以你这边来讲话呢 我这边释放 这边的资源 然后我没有办法证明 然后之后会被释放 那会被长期被这个1 去持有的话 这就是不安全的状况 那它里面呢 会有个特例 好注意到啊 这边有个特例是什么 这里 这边特例就是一个Daloc 那你可以去参照一下这个 教科师里面提到这个Daloc 好 那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呢 关键的地方是 往往呢 Daloc本身它的那个行为 是什么 是不可一期的 好 那这个东西非常的 影响非常重大 所以看到说 呃 事实上非常多的作业系统 比如说像Android Android Android的话 你如果去看它的程式码 你就搜寻Data Race 那你可以找到一大堆 一大堆像Android Framework 或是Android一些 图形的函视窟 资料库的函视窟 有一大堆的问题 来解决这个 好 甚至呢像那个 Mozilla Firefast浏览器 为了这件事 开发一个新的程式语言 你可能知道叫Rust 好 那号称就是 让这些问题 好 可以被定出来 然后彻底去 从语言层面去解决 好 那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呢 其实你可以知道什么事情 就是 呃 关键的地方是 要遇到这些上述的问题 是 这个 同步的问题是很容易 很容易 发生的 像这段程式码 那程式码 你现在去看就比较容易懂了 比如说你看 我呢 这个 这个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区域变数 但是它 它 在两个资金区之间共享 所以你看 我现在带进来 然后呢 我带进来之后呢 我事实上 事实上这个Count 这Count的结果呢 那完 如果呢 从头到尾只有一个资金区 这Count的结果就会 符合预期 从0 一直跳断 n iterate 减1 但是呢 因为今天有两个资金区 那它可能会有 资金区先后顺序的问题 会导致不同结果 所以每一次执行 这个结果呢 会不一样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程式码切割 所以注意到 刚才讲的 这张图就是对应到 底下这段程式码 比如说是前半段 然后中间呢 比方说 因为真正会影响的是这个Count Count这个共享变数 所以比方说这个是L US 所以真正关键地方是LUS 然后最后是尾巴地方是Tail 那Head跟Tail 我们可以不管 但是关键地方是什么 LUS 这几个 读取啦 更新啦 就是Load Update 跟Write 跟 Store 所以 Rode Update Store 它的顺序 就会导致什么 导致最终的这个CNT 这个变数的值会不同 所以我们刚才就讲这个轨迹的部分 好 然后 注意到一件事呢 那我们回头去思考 什么叫做Critical Section 因为呢 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 不管你的城市怎么跑 像这样子跑 有这样子跑 你要确保城市是正确的 你唯有什么 避开这个区域 才会确保它是正确的 好 反过来说如果从来都只有这个直径去代执行 这一条 这显然是一条正确的路 或者这个 走走走走走走 走这个 这也显然是正确的路 或者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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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这条也是正确的路 那 所以我们重新思考 什么叫Critical Section 就是 当我踏入 Critical Section 会导致不安全的结果 好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会特别订出来的 那 要解决这问题呢 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有个机制 就叫互斥 叫Mutual Exclusion 你可能会跟另外一个东西搞错 对不对 就是叫什么 叫Mutes 刚刚提到的Mutes 注意到它的翻译 Mutes 你在翻译的时候 不应该翻译成 注意到这个字 念法是一样的 所以我特别把它标出来 如果你今天要翻译这个字 它应该翻译成叫做 互斥料 或者是叫 互斥所 所以注意到重点是说 但是呢 我们今天如果是要讲另外一个词 叫Mute Exclusion 我们讲的地方是什么 是它的行为本身 它翻译成互斥 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搞错了 这事实上在我们这个 中华民国的国家教育研究院 它其实就给这个词 你看它就讲说 电子计算机的数语叫什么 叫互斥 Nutrious Exclusion 叫互斥 然后那个 另外一个 发音一样 发音一样 就Mutex 发音相似 但是它的中文翻译也写不同 它是互斥所 互斥量 好 好 那再去看 所以呢 注意到呢 就是我们为了要 让程式正确 所以我们用了Mutex Exclusion的手段 反正就是 我能够进去 你就不能进去 好 这样的 这样的话才能够去吧 什么 执行结果是正确的 好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今天依赖 要用哪一种Mutex Exclusion的手段 不是依据Critical Session的大小 而是依据它的性质 以及哪部分的程式是什么 是 会受到这个程式的这个 执行顺序有关 所以你看 我们刚刚讲这么多的来讲话 其实决定是什么 是核心内部的什么 执行路径 好 然后所以呢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什么 Semophone 跟Mutex 它是不同层次的 互斥手段 好 那 Semophone 的实作呢 其实仰赖 还有SpinDoc 好 那这件事你可以想说 这有点像什么HTB跟TCPIP 好 你 你要现有TCPIP嘛 好 去决定说你的IP地址 好 决定一下那个UDP 好 决定说我的ARP 住谁这些东西 对吧 才知道这些风暴什么 什么 什么运作 好 但是你今天 比方说你打开这个画面 对吧 那你看到的尤其是HTB 有Request 有Response 好 那是不是有些更复杂 还是要怎么加密 还有是Session概念 那这个东西是HTB 那HTB是稿件的 那跟TCPIP 某个角度想 他们就做一样的事情 对不对 做什么事 建立一个沟通平台 这是你跟我物理上那么远 对不对 你可能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的面 都没关系 透过这个讲座 你可以认识我 所以它建立一个沟通的平台 这很重要 但是它的层面是不同的 好 顺便来看一下 呃 Semiphone 特别是一个东西叫 PartySemiphone 注意到Semiphone 其实 Linux上Semiphone有两个 注意到 一个叫PartySemiphone 先把这个题字记下来 另外一个东西叫Sys5 Sys5 Semiphone 注意到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这句话已经讲了三次 这两个东西有很大的差异 但是没关系 我们先来介绍这个 PartySemiphone PartySemiphone呢 它其实针对的是 多个执行序子 多个Thread之间的 这个资源的呼吹 那虽然呢 最终的执行 最终的执行 也涉及到Kernel 但是Kernel呢 判断 它的执行路径 是以PartyS的 做个单位 然后去看这个 代表PartyS来争夺这个资源 那如果说你呢 抢到资源 那就会遇到什么 你抢到资源嘛 你就换人 所以就设计到Cream 设计到Country Switch 然后呢 注意到呢 所以你一旦 抢不到资源的时候呢 Process会去Sleep 但是CPU不会停下来 它会接着做别的事 好 那所以这个东西 是一个很高级的思维 Process本身 我们在之前 在那个 一样在Linus 核心设计有讲 它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抽象层 那所以概念上来说 Semiphone的是 我们不用管 它是在多核跟单核 那概念只是去什么 去用Path 当单位 去看什么 看说对资源的 的护次 好 但是呢 在多核 注意到 在多核 需要SpinDuck 来什么 来实作 那在单核的情况 完全 完全单核的话 你是不用管的 但是在 因为完全单核的情况下 就像 刚才看到的图片 像这个 就是说你不管什么 什么 执行单元是Threader 或是Process 反正我强 强多 争取资源的时候 都是用什么 都是以 Process 为单位 好 那我在时序上 可以确保说它是 在单核实际上是 是不会重叠的 但是在多核的时间 你看 这个执行单元 跟这个执行单元 就有这么长的时间质量 是重叠的 所以这个东西 就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这时候 就需要SpinDuck 那 更具体来说 在多核的CPU上 组合处理器上 就有其他处理器的干扰 所以我就需要SpinDuck 来帮助 那一旦进入这个SpinDuck 就不会做别的事 直到锁定称位置 所以为什么它叫SpinDuck 对 就原始自选 可以在这转 对 所以在这个翻译来讲 也可以翻译自选锁 现在原始讲自选 那换个脚想 决定被SpinDuck 锁住的CPU上去 它其实是这样 它不能停下来 就是说我在这个空中 我不管路径怎么走 它不会停下来 就是在我这个 这个核心上 它就继续去运作 然后这时候呢 你看到我们从前面 前半段的讲到这个 Semiphone和Mutex的差异 对不对 是不是还是 教你怎么去面试 但是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说 其实这东西都是一脉相承的 你在不同的层面去看 比如说像我们回顾刚刚讲的议题 我们讲Semiphone Mutex 它是一个更高阶的思维 它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 像Mutex 有ownership Semiphone本质上它就是 针对这个 生态者消费者有问题 所以它会有 像那个Counting Semiphone 对不对 因为生态者消费者是 可能M格 对N格 这样的议题 这是Semiphone 但是它是 比较高阶的思维 在底层的思维的时候 特别要考虑到 处理器的形态 单核的 多核的 单核的 单核单纯 因为它在 知情单元 持续上不会充电 但是呢在多核 就会充电 所以我们要特别去实作一个 引路一个机制 叫Spinlock 所以呢 换个角度想 注意到 Spinlock的本意 跟目的 确保什么 资料修改的Otomics 这边大家特别解释一下 什么叫Otomics Otomics就是说 因为大家知道 就是在这个 古希腊时代 古希腊时代 当时人们就有 原子的概念 就讲 原子是构成这个 世间各种元素 最小的单元 所以当时就有个 关键学 那原子是 不管 就是它是最小单元 所以它不能再切下去 所以呢 我们称为叫 像原子一样 不可切割 的事情 就叫什么 就叫做Otomic 但我想 你学过量子力学 就知道嘛 学过这些近代物理 就会发现说 其实里面不是有夸克 有上夸克 下夸克 还有很多粒子 比如说丁肇中博士 来发展 找出一个什么 J粒子 好 注意了 那不是为了太套范围 所以我们先回到古典 古希大时代的原子 不可切割 这件事 好 所以Spinlock 其他概念就是 就是Otomics 原子也不可求根 所以你看 再次又说明什么事 说明Compute Science 用词呢 其实很多时候都学习的嘛 学习物理的术语 学习数学的术语 学习运作的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部分 这个地方很有趣 他跟你讲什么 这个Spinlock 这个概念 它是一个什么 它的背后原理 它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说 我去持有一个lock 是在一个什么 很短的短时间 我赶快去持有 然后很快就把它释放掉 好 那所以呢 我虽然会影响到其他的处理器 但是呢 因为我影响时间短 所以不会有影响 然后注意到呢 在概念上 Content Switch是不允许的 注意到是不允许的 但是某些情况下 它可以发生 不允许跟不会发生 是两码之势 概念上不允许 但是在实作层面 也许可以偷支付把它加上来 这是实作议题 所以特别搞清楚 一个是概念 概念上 Spinlock 不允许 中间有Conven Switch 好 那换个角度讲 Preemption是这样 就是被禁止的 所以就是 为了要避免这个Daylock发生 所以我们把这个Preemption 去Disable 所以这里面不能发生那种强战 所以对你来讲也不会有Conven Switch 然后所以注意到呢 就是 反过来说呢 另外一个东西叫Semiphone Semiphone在什么情况下适合 在 Rack时间 是比较长的时间 是合适的 因为过程中呢 这个Semiphone 其实是怎样 它就是 Semiphone其实它 它是可以允许排承的 所以注意到 原本的东西 抢不到支援怎么办 那就睡觉 让散开交给专业的来 对吧 所以其实CPU是有事做的 好 但是呢 在某些情况下 在我们之后讲的这个Preemption RT 会有些 会有些不同的影响 好 那接着我们来继续看这个 CSAPP的同一片 CSAPP讲这个 CSAPP的第十二章 讲这个东西是讲得非常好 所以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 去参考这个资料 那如果你还没买书的话呢 你可以去参考这些线上的资源 先当个起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程式码 这段程式码呢 你可以看到说 它上面有个共享的 就是有个痊愈的变数 对吧 GoProSum 然后再来是 这个刚才提过 SwayFunction 那这也是要传递给Sway的那个 Argument 好 然后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程度在做什么 就是建立好多个执行序 对吧 建立N个执行序 N个执行序呢 它对应的SwayFunction 是这样 就是说它会去加总 对不对 把这个值加起来 好 然后呢 所以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好玩的地方是 这个 我 比方说我去 去 就是看它做什么事嘛 它可能去加总 某个结果 或者是去显示 好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写的这样 我们现在看到 在 同样的这个 Mainthreads做这件事 那对应到不同的这个 SwayFunction 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注意点 这东西会带入到什么 SwayFunction 那你看 这上面带进的东西是什么 是MyID MyID在这里 这个东西对不对 MyID 所以呢 它会指拍一个数值 每次回圈会指拍不同的值 好 然后呢 这个 这个MyID 我的确把它取出来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好玩的地方是 MyID 取出来之后呢 你有去变更吗 是真的没有变更 没有变更 你真的变更东西 是一个 痊愈的 痊愈的变数 好 那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这个MyID 它实际上只有读取 所以读取的 这是问题最小的 好 好 可是 可是 可是呢 诶 想一想 真是怪怪的 如果说你去做这个实验 做这个实验呢 其实呢 你只要超过一个知情序之后呢 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好 然后呢 而且更奇怪的地方是什么 比方说你电脑是 比如四核心处理器 好 那你知情 知情序增加之后呢 在这个 它的知情时间 会是 会有变动 而且资金序数量越多 还有一些额外的成本 所以 其实 时间呢 是怎样 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所以如果说你的处理器只有四核 那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呢 这个就会一个很奇怪的状况 就是 事实上呢 你会得到错误的结果 所以注意到 所以你看 我们在分析来讲 奇怪 我从来不是看一样的 只是做 做读取 对 好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好 我们来重新思考一下 你看 这边呢是create 就是刚才讲的fork 然后后面是有join 对 好 底下呢 才把结果 显示出来 对吧 但是呢 我们要去想 这个问题呢 到底出在哪边呢 好 好 这个问题 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有趣的地方其实在这里 好 因为呢 当某一个执行序在 加的时候 你看这边东西啊 加等于在说什么 就是说 我要把目前这个i的值 好 跟原本 global sum的值 加起来 然后再指拍到什么 指拍到global sum 所以事实上呢 你虽然好像没有赶到的买ID 你觉得好像没什么错 但是问题是在哪里 问题出在这里 所以你会发现 那你如果真的要去解决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引入像我们刚刚讲的Semiphone和Mutex去解决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Semiphone跟Mutex是一样的 的确在这个程式来讲 不管是放Semiphone跟Mutex 其实你都可以解决问题 只是差别在语法 但是注意一下 概念上是不一样的 即使使用 有可能会用一样的程式吧 好 那更好的地方在哪里 更好的地方在这里 你如果去做实验的话呢 这个 原本有Data Race的程式在这里 好 那可是呢 这个是错的 好 但是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如果你去比较大时间 随着我的资金区数量增加的时候呢 你看哦 这个红色的地方是Semiphone 它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好 那Mutex的时间呢 略短 就是 然后 那事实上呢 你可以发现说 以这边来讲的话呢 如果我们统计到这边来的话呢 你会发现什么 这边来讲的话呢 就是Mutex 就是有三倍 三倍的这个 比Mutex 比Semiphone快三倍 好 但是这个 这个来讲的话 其实很奇怪 对 以这边来讲的话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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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时间是很尽能的嘛 对啊 就是说 其实耗费的那个成本 是很大的 而且 实际的资金区数量越多 比如Semiphone来讲 其实还会 还会冲上去 所以我们就要去重新思考 这到底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 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 你可以看到说 算程式码 写起来很像 而且 乍看之下 好像解决问题 但是其实之前时间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学的概念 在学实作 那应该在由实作 回去看概念 对 至少 你要能够解释这张图 你才能够继续 好 那所以呢 这个 这个实际上这个问题 其实很有趣的 它铺路一个很显著的事情 如果你可以看这张图 觉得很差异的话 它铺路了什么 铺路说 冲道有绝对不是个概念 这么单纯 然后再次你要考虑到 尤其在Linus上 10座 7-4也好 10座 Mutex也好 它背后的路径 支线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它路径是相同的话 那不应该随着直行区的增加 有那么大的一个 显著差异 你看Mutex在讲 至少这边来讲 随着直行区的增加 它的支线时间是收斂的 但是 7-4其实没有 好 那这边呢 后面就做一个什么 后面又做一个调整 这个调整呢 你可以稍微对焦看一下层次码 我细节不讲了 就是 基本上去调整 调整 那个 集体存取的方式 好 那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件事呢 诶 时间的也会有影响 好 那你看这件事 有点有趣 就是 我们今天看是什么 就是一个是 这里 一个临近的 临近的那个 基体区段 然后跟这个 跟这个 跟那个稀疏的 那所以你会发现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诶 这边来讲话呢 这个 就看这个浅蓝色 跟绿色的地方的区别 所以你会发现说 基本上这个 这个时间的那个影响也是有的 而且这个影响呢 你看这两个东西 一个是临近的记忆体 就是相邻的记忆体出去 一个是基体的区段 是相对远 你大概影响猜的出来 跟什么有关 该不是跟cash有关 对 这是一个方向 那 所以这是为什么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分析来讲话 这会是为什么你要知道这件事 请大家看得出来 其实 这跟你对计算机的那个结构的认知有关 我们cash要考虑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在多核之间的cash 要考虑到一个东西叫coopulence 所以这边来讲话 一个东西叫false sharing 就是说其实呢 我们要保持那个cash的资料一致 其实是有代价的 所以换个角度想去思考的件事是什么 第一个呢 7分mutex 在实作面来讲话 它的执行路径是不同的 第二个是 我们改写程式嘛 让他的这个 让cash 对程式的影响 是看得出来的 你看 我们第一个什么 比较稀疏的一段 实际上是比较快的 那如果是临近因为有cash的影响 但是因为cash 算你听起来 城市临近 应该听起来比较好 但是因为在多核之间 要保持什么 cash自信 那这个东西是有成本的 所以知道 底下跟你讲这个 然后底下还有帮助这个 foss sharing 那你可以对照去看这个议题 所以更更 往整个去思考来讲的话呢 甚至还有个什么 甚至还有一些机制 比如说你看这边来讲话 这边有个什么 就是这边有个ACC 我们去调整 调整这个 城市的那个执行 那尽肯的 尽肯去避免 对记忆体的使用 比如说你来讲的话 这是什么 像这边来讲的话 在很多编译器 会把尽肯把它放在 暂程器去操作 那这样的话呢 减少对cash的依赖 所以你看到这个 很显著的一个差异 既然有这个7倍的影响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 这些同步的机制 同步的机制 绝对不是避免什么data race 避免这些data 那么简单 我要去想它背后的 止行路径 我要去想它背后的cash影响 不是有cash 不是cash miss 第一就会变好 不是 因为我们要让cash 保持一致 这个东西的代价 是很惊人的 所以注意到像这个部分 那请你回去查一下 像这个foss sharing 这样的影响 所以这边总结呢 可以看到什么事情 可以看到说呢 事实上linux kernel 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 一直在改版 你会发现说 如果去追踪 用git git-blank 去看linux kernel的发展 spinlock 相关的程式 改很多 而且在多核 就是在每个architecture 底下 那每个architecture 底下 跟kernellock 有关的部分 也是拼命的改 好 那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讲到这边 我们再回头来思考一下 思考什么呢 就是spinlock 它的这个通 一般的性质是怎样 所以你看 它的性质就是 这个处理器 注意啊 这个不是process 有两个字容易搞错 一个叫process 一个叫processor processor processor是处理器 processor是形成 那spinlock要处理的对象 它lock生效对象是 是 是影响到其他核 其他的cpu核 然后呢 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它应该是在 短的这个cooler section里面去用 这是这个概念 对 然后注意到这个 既然呢 它只能用在短的这个cooler section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 使用的状况下 应该要在 一个process 一个process 在要去睡觉之前 应该要被释放掉 否则呢 如果你今天一个spinlock 没有释放 然后很惨的地方是什么 很惨的地方是 这个process 或者是 所以就要去睡觉了 那就导致 这部分的共享资源 这个部分的creation 就是它的这个路径 因为 因为你长期霸占嘛 对 所以变成说 你 安全的路径就变得很少 所以注意到 这个很重要的议题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 跟interrupt disable有关 所以就是 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 中段 对于这个程式的执行 到底有什么影响 来思考一件事 比方说 你回头看这个东西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再来讲到 单核的状况 这个执行单元 APC看起来都好像没什么太大问题 对不对 APC反正 因为CPU只有一个核 对不对 一个核应该 一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 真的是这样吗 记住 重新想一下 一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 听起来没错 对不对 注意到 这个说法是有漏洞 为什么呢 好没想 今天呢 如果执行到 咨询区B 的确 CPU在这个时间内 比方说这个指令 上面有个指令 以下有另外一个指令 上面的指令 一定会是在比较早的时间执行 下面的指令 在比较晚的时间执行 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错 对不对 可是 万一中间发生一个奇怪的机制 叫什么 叫做interrupt 好 那一旦发生interrupt的时候 会有什么问题的 来想一下 在画面中这一段 你就想让我把它切一半 我执行到这个时候发生interrupt 所以一旦interrupt 发生的时候呢 处理器会改变它的执行状态 会切换到 Intra Service Routine 就是那个 IntraHandler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原本执行到B 但是呢 我其实这样 我就接着跳到ISR 就刚刚讲的 IntraHandler里面 那我做某些事 那IntraHandler 有没有可能改变到 ThreadB 或是改变到其他 ABC所参照到的 共享变数 有没有可能 有 然后呢 既然呢 我今天是在另外一段 程式码之前 好 那我改变的东西 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 記憶体的某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 恰恰好好 可能被ABC 其中某一个人用到 或是某个人参照到 就刚才提到这些 像DataRace的状况 所以 这会不会导致说 我们的这个 前面刚刚讲的那些 Lock 事实上是要什么 是要 额外去处理 的确 好 所以注意到呢 在SpinLock来讲的话呢 考虑到IntraHandler的行为 好 所以呢 事实上呢 我们会去做一件事 叫做IntraDisable 好 然后 所以这个东西呢 是在什么 就是在这个 有这个 共享 就是 就是IntraHandler里面 也会碰到这些 共享的什么 共享的 变数的情况下 好 所以我们会去做一个叫 IntraDisable 好 所以回到一开始来思考 我们开始问到大家这个问题 好 所以为什么那个SpinLock 还有这个 IRQ的版本 好 就要去想 今天这个东西 这个SpinLock用在哪里 好 它可以用在一般的 Linux kernel thread function 但是它也可以用在 ISR里面 所谓的IntraHandler里面 然后呢 再用在ISR里面呢 还有一个特别的本能 比方说有个local的IRQ 你可以查一下localIRQ意味的什么 所以你大概猜得出来 为什么Linux把SpinLock搞这么复杂 因为Linux是一个什么 Linux是一个高度最佳化 Linux是高度一个针对不同需求 去设计一些 特殊入境的东西 然后呢 在SpinLock在使用前面要去 说实话 这个它就没什么好讲的 然后我们再回顾一下 在之前讲这个 Linux的同步 同步机制的时候呢 有引用到这份投影片 所以我们就拿这份材料 所以你可以跟他说 在过往呢 有个东西叫BKL 那BKL叫BicLock 那后来它已经被移除掉 在2.6.39 彻底移除 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在BicKLock移除之前 事实上呢 整个坑里面 有个东西叫 就有个东西叫BKL 这个存在的时候呢 注意到 这个存在的时候呢 就是简单说 BKL存在的是干嘛 在保护整个核心 注意到保护整个核心 但是SpinLock的存在是保护一个特定的共享资源 好 那好玩的又要什么呢 某个行程如果持有BicKLock的时候 它可以允许排程 好 注意到 它可以允许排程 好 那反过来说 在这个SpinLock持有的时候 它不允许排程 好 特别特别特别注意到这个 这个这个概念 好 然后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玩的地方是 一旦呢 BicKLock移除掉之后 好 在2.6.39移除掉之后呢 它在整个SkipL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这个注意到 而且你知道 BicKLock的方式很酷 对不对 叫LockKLock 跟UnlockKLock 好 我先记下来回答你 好 那所以可以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就是 这个东西呢 其实 大家在学习这个LinksKLock的时候呢 要特别小心 因为有很多书籍 写的东西是过时的 注意到 BicKLock BicKLock 什么时候才移除掉 其实没有多久前 就是 8年前移除掉 然后它真正影响到 可能是在 不到8年的事情 比如说你的手机员 可能还是用比较旧版的KLock 所以要注意到一件事就是 因为这件事 它发生的时间 其实不到8年 我讲的 就是KLock的新的release 然后引起这些影响 所以变成说你去参考一些资料的时候 它可能还会写BicKLock 然后呢再来是为了要移除 BicKLock 有很多的程式码 必须重写 所以比方看这边来讲话 这个 从什么Input Devices Virtual File System 反正就是一大堆 什么TTY 千万不要小看TTY 什么叫TTY TTY就是像画面中这样 可以打字的地方叫TTY 千万不要小看 这东西超复杂的 我之前有做一个 计划 我不能跟讲它的 是哪家公司 但是很好玩的地方是 我们那时候就遇到一个 因为那一个公司 跟我们合作的公司 它是 他们是所谓的Apple干领股 你知道Apple干领股吗 就是有提供设备给Apple的 所以Apple股价涨的时候 这个Apple干领股也跟着涨 那我去帮这家公司去设计一个基台 就是一个自动化的机器人 这样的一个 机器手臂啊 这样的设备 那当时呢 运作没什么太大问题 可是呢好玩的地方是 每次Apple的人来的时候 那个自动机台呢 效率就变很差 然后呢 你知道机器手臂不在运作吗 没有移动 可是Apple每次来做机场 我们称为英文叫Audit 每次在做Auditing的时候呢 那个效能就会很差 而且甚至会超时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 即时系统来讲 它有个重要 我们讲绿油炭最重要的是 要在时间内要完成特定的任务 它不用快 但是时间内要完成 可是好玩的 每次Apple人来就超时了 所以当然Apple就会生气啊 对不对 Apple就说 你们在犯错 我就把你从Apple的供应链剔除 哇你知道这件事的冲击有多大 那股价对不对 你看一开始股价可能是这个钱 对不对 后来冲呢 比方说从个位数 我不能跟你讲哪一家公司 你可以快想一下 从个位数的股价 飙涨到二十几块 对不对 三倍以上的差别 对不对 那突然 因为如果退出Apple概念股 他就 对不对 就打回言行嘛 这个股价冲力太大 所以他都是请我们公司 来帮忙解决问题 所以我就去帮他分析 那分析的时候好像好笑 对不对 就是后来发现 靠根本是TTY 为什么呢 因为Apple的工程师很厉害嘛 Apple工程师 就是会觉得说 你们这个东西 我要给我什么 给我打开Console 就这样 Console 打字 那打字的时候呢 很不幸的 他的这个这个 会触及到一个什么 触及到 locking 所以很酷吧 对不对 这个这个 会有这个额外的lock 所以我们花了还蛮长时间 花了 忘记多久了 可能可能两个多月吧 才把问题定出来 因为一开始很惨嘛 你知道吧 一开始 这东西涉及到股价 你看 这多久以前的事情 那是四年前的事情 我到现在才敢讲 因为他的股价又冲上去了 所以才敢讲这个故事 所以我要讲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 整个Big Kernel Lock 要移除掉 对整个Linus Kernel 是全面性的影响 它不是只是 不是一个单一的面向 然后接着呢 那我们再继续探讨另外的东西 叫Atomic Instruction Atomic Instruction 是在整个 在整个多核的情况下 我们要实做一个 最基本正确的 正确性 最最最最基础的一件事 我们这叫Atomic 那具体来讲 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来讲的话 就是说 我们要 因为你可以看到说 像我们前面讲到Data Race 最关键议题是什么 就是有共享的 共享的变数 然后我会存取到什么 会存取到一个 这个执行序 会存取到某一段记忆体位置 然后呢 另外一个执行序也会存取到 那它的时间顺序 会引起到结果 对不对 所以我们称为这个 叫Race 好 那好玩的办法是什么呢 这件事呢 它其实可以透过软解方法去解决 但是一般来说效率太低 就是 如果你好奇的话 你可以查一下 一个人叫Dex Algorithm Dex 好 事实上你可以透过这种Dex Algorithm 之一类方法 用软体的方法去解决这个 Mutual Exclusion 的 液体 但它效率太差 所以事实上 现代处理器 不会这样做 不会只是用软体的方法去解决 而是用硬体 所以简单就是说 我们会实作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呢 可以确保说 就是我要去设定某一个 机体要去写入某个机体位置 那我先做什么事 好 我就可以 就是我可以用这样一个指令 好 去尝试去写入 好 那当然 有可能会失败 因为 因为 某其他的核可能要写入资料 好 所以我今天不管 我要去 比方说要去 读取也好 要去写入也好 好 所以我要先做什么事 看这个东西要玩 我要先 我要去acquire这个luck 我透过这个 automic instruction 我去看 问说我可不写 我可不读 好 那这件事就像是什么 有点像那个 比方的尿急 对不对 尿急的时候 就要看那个什么 厕所 对不对 那你跑去厕所 人家还在用厕所 对不对 尤其是那个 这个马桶 对不对 这个卫生间里面那个马桶 对不对 这个很大的问题 对不对 那但是你还是要等待 对不对 那马桶一次只能服一个人 在多数的情况下 只能服一个人 那所以呢 这个来讲话呢 automic instruction就是这样的东西 就是 其实我们 在处理器最低层面 给你一个机制 告诉你说 我想要去设定某个字 我想去读取某个字 到底是允许还是不允许 那不允许怎么办 等 等到什么 等到只有一个处理器 等到资源没有别人在用手 我就可以施定 然后呢 那所以呢 我看到我叫 AquireLock 你看在这边的电话 我就设定值 那反过来呢 我就把它释放 就把它写回去 把1写回去 那注意到呢 那这边来讲话呢 呃 我们在等待 automic 这些指令的真正成功之前 我们无可避免要去 做这个bz loop 所以注意到 我们在实际上实作的话 就会有这个bz loop 然后 那关键地方是什么呢 它其实也是有个对应的策略 就是 其实这件事还要考虑到一个公平议题 好 呃 所以特别注意到 就说 这也是为什么你在这个教科书讲这个spinock 那 你可以讲的概念好像很简单 但是你如果去看程式码 尤其看linus kernel的程式码 你会发现它东西变得很复杂 好 它 为什么会变得复杂呢 事实上就要考虑到这个公平 考虑到 比如说有些是比较重要的 还要考虑到 云不允许抢占 在我等待的过程中 我云不允许抢占 那 在早期linus kernel的设计师 只有user space 是可以抢占的 也就是说 kernel是一个完全看不到的一个黑盒子 它不能抢占 即便优先权再高 我不能抢占 反正我只要一旦进入kernel里面 就是要循序的执行 要依据特定的顺序执行 只有user space 只有人在user space的时候 或是你要返回到user space的时候 才允许做抢占 但是后来kernel的策略就不一样 kernel的策略就是希望说 我逐步 从一开始只有user space 后来到kernel 比方说系统部件 比方说档案系统 这个可以允许抢占 只有在interahandler 不允许抢占 那后来设计的是 连interahandler本身也可以抢占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这个weight的strategy 是在怎样这个议题 那你也可以对照看一下 底下这边讲 就是说讲这个atomic 刷区它的那个影响 它的那个冲击 那如果说 你把上面这个逻辑呢 把这些atomic 刷区 在实作来讲的话 都一般来说 在linux上都是inline assembly 那你把它对应到这个西元城市 大概是长这样 然后注意到呢 这个 我们前面有这个atomic的increment 或是deincrement decrement 就是一个是地增 一个是地减 好 那不管你做什么事 那你要等待 这个没什么奇怪 但是为什么中间会 还有一个坏回圈 这东西很好玩 来看一下注解 所以注解跟你讲什么呢 它是事实上呢 我们在做这个spinlock来讲的时候呢 我们会中间会要求 CPU暂停之行 而且这暂停之行跟 concruence traffic有关 对 不要怀疑 这个东西就跟我们讲的 那个什么 catch concruence 有很大的观点 所以这时候 你们就觉得 痛一点痛 对不对 好 所以你看 我原本的看起来 只要外面那个 坏回圈就够了 但是事实上呢 在真正的实作来讲 中间还有一个什么 中间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回圈 所以为什么需要 需要两个回圈 对不对 因为看起来乍看之下 好像只要外面那一个 回去就够了 但是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 有趣的地方是 如果呢 许多的核心 在等待一个lock 这种东西 我们可以举出一大堆例子 比方说这个 我顺便开一台机器吧 比如说 开另外一台 刚好这台在升级 那我们来开台机器 好 假如我们这边有一台机器是24核的 然后这边又有台另外一台机器 它是48核 所以你看到 这个24核跟48核 它不是吃素的啊 没有办法 记忆体有没有天啊 用那么惊人 对不对 竟然用了90几G的记忆体 那这个 这也不妨多让 所以这边用多少 用了 总共有8G 那这边是总共有 有100G 那你看哦 就不管是24核 还是48核的处理器 它中间呢 你就思考一件事啊 当我要做这个 automic read automic write 其实呢 我会意味着什么 其他的CPU核 必须要等待 那其他CPU核 要等待的时候 有个很难的问题是什么 就有个东西就是 我也要确保 就是确保 那个cache的一致性 那所以注意到 在我要 不管是读跟写 涉及到cache的一致性 这个我们等会来探讨 但是先把这个词记下来 因为我今天读跟写 都跟cache的一致有关 但是cache一致是有成本的 而且这个成本尴尬的地方是什么 你的核心越多 你的CPU结构越复杂 基本上现在东西都长这样 这个东西的代价会越大 那这个东西的代价 会大到什么程度呢 还记得前面 前面讲那个semophone 跟mutex 跟找那个csap的那个投影片 还记得吧 那所以这个东西的效能 冲击是可以好多倍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Linux Kernel 会额外做这个地方 它想办法去什么 想办法去降低 需要做cache 所以它做什么事 在我们在等待的过程中 我干脆怎样 我想办法让cpu不要去做 不要做事 所以借此降低 需要做cache coherence的那个需求 好 那这件事呢 因为我们做cache coherence是很耗电的 所以这也可以过程中 可以省电 所以注意到这个议题 所以注意到这个cache line的效应 好 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件事呢 如果你要更具体去解释的话呢 就是特定cpu的cache line 更新到不同步的这个时间 是会不同的 再讲一次 因为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是 在这么多核 你来思考一下 比方说这个画面 我这么多核 那我真正呢 会影响到程式结果是其中 记忆体某一段 比方说你就想像一些 是记忆体某一段 对吧 用这个比较好思考 就是我的记忆体很大 但是真的会影响到效能 可能其中某一段 那既然这个某一段 在这里 那可是很尴尬的地方是 我要确保cache的一致 也就是说 你要把特定cpu的cache line的 那个结果 更新到不同的cpu的cache line的时间 是不同的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说 只要等待spindock的那颗cpu 先得知这个count 就是在那个 在比方说 我们要去做那个 像semophone啦 或者spindock里面都会有count 对不对 我要知道哪个东西的变化 我只要先知道 意味着什么 哪一个cpu就可以先获得这个spindock 所以这个东西会导致什么 会有一个不公平的问题 然后这样的不公平问题 它的源头是来自这个 叫做cache line bouncing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注意到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就是你看spindock竟然cache 是有极大的管理 而且这件事还涉及到什么 还涉及到公平 好 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先看这个标题 对不对 这标题看起来高大是 cache line bouncing 然后还有spindock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个东西叫cache line bouncing 好 所以就想到一件事是什么 在共享的多核 多 共享多处理器 的情况下 然后 每一个处理器都有自己的cache 所以比方说这个L1cache 是独立的 但是除了独立的L1cache以外 它可能有共享的L2cache L3cache 而且麻烦的地方是 假设有一段机体位置 是被标示成cacheable 注意到 在Linx坑统来讲的话 你可以标示 标示一段位置是non-cacheable 或是cacheable 但是多数的时候 为了效率考量 我们把它标示成cacheable 好 那一旦把它标示成cacheable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就有点麻烦了 就是什么 就是呢 实际 比方说我们在用automic instruction的时候 注意到 我们在操作这个automic instruction的时候 会有一个对应的能够写的人 就是一个owner 能够读的也是一个owner 就是能够正确的读 正确的写 都是一个owner 所以这个东西呢 你看喔 它会从这个owner 就是真正要去读 要去写的人 尤其我们讲写入这件事 写入这件事的好玩地方在哪里 就是写入的 写的当下 它就是有没有诊 那 其他的核 会跟着干嘛 会跟着去 被 透过cache compliance的机制 被通知 应该要跟随着 结果的变化 所以这样的东西是有一个什么 是有一个对应的 cache compliance的 protocol 所以比方说像那个on的话 有个东西叫 on的处理器叫什么 叫做 cci cache coherence interconnect 好 那注意到件事 我们今天讲这个多核的效能 尤其在on的手机 这个东西非常之麻烦 为什么麻烦呢 因为这个细节我就不讲了 觉得你可以记一个结论 就是这个cache coherent interconnect 在不同的核 在有什么大核小核 对不对 big little 这种东西 那不同的核 不同的cluster 不同的组合 cpu的组合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复杂的 尤其是什么big little 这种东西 那这个东西的成本 可能都比你演算法写错的成本来的大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影响的东西是什么 是记忆体 是资料的存取 你演算法影响的是什么 是这个处理资料的流程 处理资料的那个时间复杂度 空间复杂度 这是你演算法在做的事 但是 不管你做了多少演算法的调整 你往往会因为这些空间 往往因为这些资料存取的效率 而大打折扣 甚至根本不会快 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今天做那个code review 不是只要看这个演算法是什么big o n big o n平方 或是log n nlog n 甚至是一个常数时间 哇 不是这么简单 而且你要去看它对记忆体影响 同理 你要先看的是像locality locality 看完之后呢 还要去考虑到什么 这个可爱的bouncing的存在 因为这个东西的毒 所以看到 注意到这个东西 所以 多个处理器呢 尝试要去读写到同一个 机体地址的时候呢 那上面讲这个cash9的更新 其实就会这样 就会频繁发生 所以注意到啊 这里 它会去什么 会去发生 那 可是呢 这个发生的时候呢 很麻烦是什么 就会有什么 就是我们讲bouncing就是 就是弹跳嘛 所以就是一边 一边要求 一边等待 对 那 那当然有可能反过来嘛 对 就是一个人要写 其他人等待 那不然就是这样 我写 放你等待 那如果呢 我频繁的在做这件事呢 我称为叫做什么 叫做cash9 bouncing 那 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它是很耗电的 而且呢 这让读写同一段 记忆体位置的时间 是 不是那么deterministic 以前我们讲Rain 叫什么 Rain的全名叫 random assessed memory 对 这中文翻译叫 随机存取记忆体 那你会觉得 诶 什么叫随机 随机就是我存取记忆体的第一块空间 跟第二块空间 花的时间 它随机的嘛 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有cash影响之后 就会有什么 有temporal locality 跟spotual locality 对不对 所以 因为cash是 循序的 所以它是sequential的 但是rand 是rand 那但是因为cash的速度 远大于 远大于你的主记忆体 所以你的效能是取决于你的locality 但是在多核的情况下 cash很可能反而成为什么 成为影响效益的 负面效益 因为我会很频繁去做这种bouncing 不只存取记忆体的时间是不固定的 而且它会耗更多电 好 那 那这边解释到 这个cashdown and bouncing之后 终于可以解释speedduck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speedduck的重点在哪里 是我们有共享资源 对不对 像刚才讲的共享资源 那我们设计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 那这个机制呢 去确保说 我不管这个资金区 谁先谁后 反正呢 我在我们 设定这个quitical section里面 我照着依据特定的一个处理机制 比方说 最简单的策略就是mutual scooch 对不对 你可以进去 我就不能进去 我可以进去 就不能进去 用这样的一个机制 我去确保说 像quitical section里面的资料的正确 对吧 那可是呢 好玩就像是 这件事本身 它其实它需要另外一个机制 就是我要去lock特定的地址 对吧 那lock特定地址的时候呢 它不就是做了刚才这件事 所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刚才讲的cashline bouncing 是对spinlock的实作 会去有影响的 所以就这样 好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所以把这两件事把它拼在一起 这边神奇的事就发生了 好 神奇的事发生了什么 就是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说 我们在越频繁的去使用spinlock 越频繁的让这些 呃 cernal lock 必须存在的时候 cashline bouncing的议题 它就会发生 好 所以注意到呢 vinus kernel为了这件事 它的最佳化策略是什么 是 尽可能 不要去 就是把cpu的那个 执行暂停 当然这会有冲击的 你把cpu的执行暂停 那 cpu不能做别的事的嘛 对 所以注意到 这是一个策略 那所以你可以 可以认真思考 所以为什么 你会觉得说 刚才 你可能会觉得好奇说 我刚才讲说 我们如果 动态的把某些lock 拿掉 动态拿掉 在统计学来讲 会出错的机力 是不是可以控制 所以你大概知道为什么 因为在多核的世界上 因为有cashline bouncing 因为有cash 就是这样 MBSI这样的一个什么 cash coherent protocol 的那个存在 所以会导致存取一个 存取记忆体的 共享记忆体的位置 的时间 是不固定的 而且它的功耗 它的整个行为 会导致一些 我们非议学的状况 而且麻烦的地方是 quickle session 之所以存在 就是人们 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去界定说 这个东西 就是会出现这个data race 所以我们人们 好不容易找到解法 但是很挫折的地方是 这个解法本身付出的代价 很肯是很高的 所以注意到这件事 好 那底下呢 就是 底下你可以对照看一下 这个原本这个 这个解说 解说它的那个音响 我们快速提下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这个过程中 就会有个机制 就比方说呢 我们会有一些 automic instruction 注意到 这个test and set 是automic instruction 的那个 动作 那就是对应的指定 好 所以比方说呢 我们这边会有个test and set 那test and set 那test and set 所以比方说你看 讲的CPU0 它是所谓的owner 它可以看 它可以写 可以写这个 写特定的资料 好 那好玩的地方是 我这个CPU0在这里 那编号1 编号2 它其实都挂在什么 同样的memobus上 所以你大概知道 为什么 要保持cash的一致 要花很多电 因为呢 我今天有那么多CPU 那我就意味着什么 我要有个机制 你要通知我 我要通知你 注意到 你要通知我 我要通知你 那这个东西呢 你只 不难想象嘛 它就需要额外的什么 电路 去维持它们 资料的一致 好 那所以你看哦 这方面来讲的话呢 在这里 一开始是 它有吃有吃luck 对吧 然后呢 在这个时间点呢 我要求什么 我要求去 去 做test and set 好 所以我去测测 询问 我能不能 我能不能 能不能去 减 这个counter的值 好 那 直到我能够减 我才会继续嘛 不难的话我就干嘛 我就是傻傻在那边等 最早spinluck的那个行为 对吧 好 可是呢 整件事不是那么单纯 不是那么单纯的地方是哪里 因为呢 我今天写 其实是写这里 对吧 这是机体位置 但是我一开始 要经过我的cache 对吧 就是我 我一直看我的cache 那我要怎么去把cache 跟最终的资料 是 是一致的 好 这就很大问题 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 像昂的来讲话 有CCI cache compute and interconnect 好 因为这个东西是 要付出代价的 好 那同理呢 CPU2 做这件事的时候呢 也要干嘛 也要考虑到 这边的cache line 好 跟这边的 结果是不是一致的 好 所以 来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会有个提示 就比方说 像这边来讲 如果真的要得到的话 事实上我要干嘛 我要写回去 以及呢 要去 让原本的cache 要重新更新 所以它不是写回去 那么单纯 还涉及到 确保 这边是一致的 而且 注意到是而且 而且是这边也要一致 当然其他的也要一致 好 所以注意到就是说呢 所以事实上呢 我会去 会去 让原本cache line的内容 是简单就是把它打掉 如果你不把它打掉 整件事不可能会有 正确的结果 所以 你真的在做的时候 会有个很麻烦的东西 叫做test and test and set test test and set 你已经听过对不对 缩写叫tas 但是test and test and set 这个东西就没听过了 这什么鬼东西呢 就是说呢 你可以看到一个很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之前 我甚至为了要做前面讲这些最佳话 我要避免说一听到晚就 让这个cache 就是cache内容要都要打掉 所以我们要先甚至去做一个询问 询问什么 诶 我这个东西 这个lock 到底是谁去持有 所以注意到前面这段词是吧 他有考虑到这个东西 就是我先去问 就是因为我要避免这个 大量的这个 cache内容的这个 bouncing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这边来讲话 还去称先测试什么 测试CPU自己的状态 会不会说 让我们导致说 因为我们test and set 是一定要做的 这边test and set 是automic instruction 所以我在这边来讲话呢 我一定要什么 right back 以及把它的cache内 把它打掉 但是呢我们在做最佳话的时候呢 就去看说 我有没有 没办法 没办法 去看 可不可以睡觉 可不可以 不要 可不可以让这件事的冲击小一点 好 那所以回来这边来思考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 所以最终呢 那其实你要考虑议题呢真的麻烦 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说 在我们这个计算机结构的那个观点 其实想吃就 就蛮多了 好 然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 终于继续了 那 所以刚才提到这些 嗯 otomic instruction 其实 这就是一个准备 那这个准备工作呢 其实 乍看跟电影是无关的 但是其实 这些背景知识的理解 只是很 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说 Linus里面到底是怎么去试作spinlock 呃 这个东西呢 不是很 简单的事情 所以我们这边只列几个 几个议题 这个注意到 这边这几个议题是比较短的 呃 第一个就是 你可以知道 它是建构在一个东西叫ticklock 那个ticklock呢 不难理解 尤其在台湾 很好理解 台湾 台湾人很喜欢排队 这个 排队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 尤其是 你看接着不是要跨年的嘛 对 就是 2019年要即将到来 那这个ticklock呢 基本上就是在做什么事 就是抽号码牌 对不对 你去银行抽个号码牌 然后 或者你去看病 就是抽号码牌 然后 所以 你就会思考一个机制 它就是 透过这种类似抽号码牌的机制 去实作你这个lock 先不精准去理解 但我们大家还会讲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真正难的地方 在于说 Linux的实作 考虑到的东西叫做 preension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拉锯站 再讲这套 就是我们在spinlock 前面看到 注意到上面讲的是 spinlock 通用原则 对吧 通用原则 通用原则 它的操作是跟什么 跟这个处理器有关 然后呢 在必要的时候呢 甚至要什么 你的interrupt context 就是说你的interrupt handler 跟 就是 无可避免还是有些共享 共享的变数 好 那我就要去做必要的这个 disable interrupt 这样的一个操作 对不对 然后再来是 像刚才讲这个 他会希望说 那个spinlock 用在短的 短的这个curricular section 那可是 如果说你真的 curricular section 真的很长 怎么办呢 你要改用这个 改用这个 simophone 或者是spinlock 去做 那可是在Linux kernel 来讲的话呢 因为有考虑到 这个kernel preemption的存在 所以即便呢 你是很短的 spinlock 那 中间 因为毕竟这个 有时候我们讲短跟长 很多时候不是由这个 程式码去决定啊 不是说你程式码越短 就越快 其实不是嘛 要看你中间有什么回圈啊 要看你中间有什么回圈啊 要看你中间有没有很复杂的一个逻辑 还要考虑到你的处理器的状态 像前面讲的这种catch performance的成本 那 所以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麻烦的地方是说 这个东西呢 跟排成 排成器 所谓的schedule 有很大的关联 有很大的关联 所以我们之后会讲一些反例 就是在kernel在特定的主态下 它的spinlock 是可以被抢占的 注意到 这个 然后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这个 另外一个东西叫 irqstep 所以spinlock里面来讲 有个东西叫irqsafe 它的本意在做什么事情 叫做intramasking 所以其实就是说 我们在做就是 我们会有这个spinlockirqsafe的版本 一开始看到这个 有这个 有irq的版本 有irqsafe的版本 那当然一边是lock 另外一边就是unlock 这没什么好讲的 所以真的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irq跟irqsafe 所以注意到这东西呢 我们在分类上 我们称为叫什么 叫做intramasking 注意到 intramasking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之后再讲一个 我们会独立一个专门在讲intram 因为intram是一个 另外一个议题 但你可以知道 在那个linux来讲 针对这些intramasking 它也做一些特化 那接着呢 我们终于可以认真来讲linux了 对不对 你觉得时间都快结束了 怎么才开始讲linux 对不起啊 这就 世界就是那么复杂啊 不过没关系 别人太作者 至少我们前进了 所以来看一下 就是说最早呢linux是怎么一回事呢 linux就是在单核 linux的一个玩具作业系统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是一开始呢 它是没有 pre-entient概念 只有user space 可以pre-entient 在kernel就是一个一整个大方块 它是一个黑客户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 偶尔要做 就是 就是 呃 我们有提到的就是说 有这个intramasking的这个机制 那所以你看哦 注意到重点在这句话 intramasking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说 只有在特定的这个intramhandler 才有办法做什么 才有办法就是 在特定的这个intramhandler 然后搭配用这个 啊 mutual exclusion 好 所以其实这件事呢 是有 是会有条件的 会有些限制的 好 那这是一开始的那个行为 好 那比方说像这个 你可能知道在那个 处理器来讲的话 有个东西叫NMMI 叫 那Maskable interrupt 那这个东西的存在呢 跟这些什么 irq-save这些东西是有 是有关联的 反正之后我们还会再探讨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 早期Linux的设计是 比较单纯 就是说他没有想到复杂的机制 他就 比如说spinlock 就spinlock 然后 Semophone Mutex之类的 他没有想得太复杂 甚至连早期的Linux来讲 甚至那个Kernel也没有Mutex 就只有这个Semophone 但是在后面的世界就不一样了 Linux在1995年 Linux最早是1991年提出来 那1992年 用GPU重新发布 所以我们今天讲92公司 在讲Linux-Kernel这件事 Linux-Kernel变成GPU 那所以从1992年到1995年发生什么事呢 有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95年的时候Linux正式支援Alpha 那Alpha呢 大家知道Alpha是多核的架构 所以在1995年开始就能不能开始思考 要怎么让Linux可以支援多核架构 那整件事就变得非常的复杂 所以你看一开始Linux根本不用考虑SpinDuck 但是在因为这个多核的系统进来之后呢 就SpinDuck就出现了 然后呢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你看哦 这件事好玩的 就是这个 它就会区分什么叫Local Thread 就是什么Local Thread呢 比方说像这个 比方说我这边有48核 对吧 那你会发现某几个核好像特别忙 对吧 你真的看编号47那个地方 编号47这个核 看起来就是比别的忙 或是编号26那个核 对吧 你会发现26跟47就很忙 其他的核可能都是0啊 或是很小的一个变化 但是这26跟47就很忙 好 那你看哦 那两个核呢 上面可能有做某些事 对吧 所以你可以想一件事 我底下跑一堆Java的这个程式 那这个Java程式呢 在编号47以及编号26的那个什么 那个工作 它的这个没有均匀的分配给其他核 然后呢 我们讲local thread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今天在同一个处理器的核上面 我可以执行好几个thread 那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这样就是local thread 但是有些的情况下是比较特别的 比方说呢 我今天把这些这么多 把那么多集序 把它封装成一个 包装成一个process 那我们知道就是process是一个 跟programmer 就是程式开发者 这个 调节的一个概念 所以比方说我写一个程式 我执行一个程式 比方说Firefox 那Firefox它里面有多少执行序 它到底执行在哪一个核上面 我们不用管 反正做一些我帮我处理 但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local thread 在这个Linux的演化过程中 一开始是不能被打断的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说我这个local thread 就是 一旦设定成local的话 它就被绑定在某个CPU上 所以注意到 local thread 意味着什么 绑定在特定CPU上 好 然后呢 所以 spinark 它在什么时候才会存在 就是说 在跨越 processors 注意到不要看错字 这是interprocessors 不是process IPC叫做interprocesscomplication 但是这个就是 这个是processors 就是说只有在跨越处理器 要做同步的时候 才需要做spinark 这样的东西呢 其实 算乍看在SMP是符合的 但是在realtime 对不起 但是不允许的 而且麻烦的地方是 不是只是把Linux 用在工艺控制 像我刚才讲的 某一家苹果概念股 对 其实想起来也蛮酷的 我们写软帖的人 可以让股价 没办法从 没办法股价从9块 变成 变成 变成30块 这个 我们软帖的人没那么厉害 但是 我让你写差的话 可以从30块掉到9块 对不对 这是我们做得到的事情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贝博 好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realtime 不是只有讲工艺控制这些东西 不是 我们等下会举个例子 直接讲 我们等下会举个例子 是那个 云端 都也没有看错 云端也跟realtime有关 等下会跟你介绍 介绍为什么 那一旦你的系统在意realtime的话 意味着什么 你做任何事都要有一个 时间限制 就是说我在时间内 一定要完成特定任务 那我们今天讲的时间 这个dayline 是谁来决定的 是由高优先权的人决定的 所以注意到 在realtime的system 并不是每一个dayline都要被issue 完完全取决于谁 最高优先权的任务 当下最高优先权的任务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遇到高优先权的任务快超时了 我就赶快让他 及早去排成 也就是我去抢占所有的 所有的 较低优先权的任务 概念很简单 但是实作很困难 你看到 事实上Linus在迈向 Halriotime的过程中 只做这件事 应该说 最初的动机只有一件事 就是让kernel 在任意的位置 都可以pre-ension 但是概念 这只是概念 但是实际做上超级难的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那spinlock里面 可不可以发生kernel pre-ension 可以 好 再讲一次 如果spinlock里面 可以做kernel pre-ension 那不就意味着 spinlock里面 会发生contest switch 但是你看 我刚才不是解释到半天 解释说 在spinlock里面 不应该有kernel pre-ension 还记得刚才讲这句话 对不对 contest switch 不允许 不允许跟不会是 两码子似的 所以你看 我们刚才在讲 这个kernel pre-ension的时候 它为了要确保 高优先权任务 可以符合day9的要求 对 它高优先权任务 不至于可以超时 所以它在必要的情况下 可以去抢占 任何低优先权任务 包含说interrupt context 甚至它能够抢占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会变成很麻烦的问题 所以这一个 这样的一个 注意到 这个叫什么 这叫通用概念 这个叫通用概念 这样通用概念 一旦被破坏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那整个linus kernel的设计 就会变得很复杂 但是跟你讲个坏消息 这东西你会觉得很遥远 错了 在接下来的2019年 linus kernel的print nrt就会正式的merge到linus kernel 所以注意到 今天我们讲的spinlock 也是为了这件事做准备 所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说 在hardrealtime的情况下 在linus的realtime extension 我今天看到spinlock 它就不是纯粹的spinlock 它可能会某些特性的spinlock 就像你在看到mutex一样 乍看好像写成是mutex跟seminum 好像可以互换 但是概念上 或是在实作的正确性 还有考虑到效能的前提下 它会看到会不同的状况 好 所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dainlock会不会发生 会 那 我用了spinlock 但是 dainlock会发生 那还得了 那起程式还起个屁吧 所以注意到 这是一个 对programmer来讲 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在这个 realtime extension来讲 整个spinlock 根本就是翻天地覆的改限 所以你看 这个 这个 这时候spinlock 它的用意是什么 它去 它是去 抑制 schedule preemption 所以就是说 我今天呢 在这个 kernel里面呢 可以去抢战 高优性的任务可以去抢战 低优性的任务 但是 哪个地方在哪里 哪个地方是 它在schedule的 对preemption 它就是做一个抑制动作 所以 如果说你 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话 你可以查询一下 我们在最早的时候 问大家的检查事项来讲的话 有个东西叫 pre-end-count 注意到 这个东西是有关的 那我们之后 在讲那个 linux的schedule的时候 会把这个东西 重新捞出来 所以 你再次看到 linux更多神奇的地方 又是 盘根错节 好 但是 也不要太挫折 那我们再回到 这个最初的 最初的linux的部分 最初呢 linux的 那个spinlock 就是很简单 它在实作来讲的话 它就是一个macro 注意到 这不是最终的版本 这是 早期的版本 那所以 早期的linux的实作 是怎么一回事呢 它其实很单纯 它就是macro 你看 要不要去debugspindock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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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的话是这个版本 那如果说 你不需要去 debugspindock的话 从头到尾就是 诶 不就是设定一个变数 就单纯 注意到 这不是 这不是一个 这不是一个 回圈 它是一个技巧 都坏尔的技巧 注意到 这个是零 所以表示什么 真正程式码 只有这么一段 去 去表述它 那个spindock 一开始的 一开始的 状态 而且 事实上在这个 单核的处理期来讲话 spindock 跟spindock 是根本没做事 注意到 这是最早的版本 但是呢 在 smp 注意到 在smp的世界上 它就是什么 它就不是 不是这么一回事 好 那 所以 所以如果 你看 像刚刚提到 如果你kernel本身没有smp 的话 那这个spindock 是不做事的 但是呢 如果你的 系统 是有开启 那个 smp的话 那你会做这件事 一样 看到do while 这个技巧 你只要看中心这个 它会有个初始值 然后更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会有各式各样的 那个 的 主type 注意到它有各式各样的 spindock type 那 这个东西很麻烦 这个东西 你们看到sn 就表示它跟平台架构有关 跟不同架构的实作有关 然后更麻烦的地方是说呢 还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 叫uniprocessor 注意到就是说 我们讲 单核 注意到这个中文词汇很不好 因为其实我没办法区分说 比方说你看 像这个 这台电脑 这台电脑在开机的过程中 它不会48核 都一次上电 不会 事实上呢 一开始呢 只会有其中一核 是完整功能的 那其他核还在 啟动过程中 所以我们在这个smp的系统来讲话 其实它还有一种特别的主态 这个主态我们称为叫做uniprocessor 就是说我事实上呢 我在 即便是这个多核 对称多核的情况下 我有个主态是什么 这么大只为一个核 是在运作的 好 那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透过这个 Linux来讲话 你可以去设定 没有设定 只在uniprocessor 那 即便是uniprocessor的前提下呢 这个什么 这个 也会走到走到这一步 有可能会走到这一步 完全取决于什么 你的 你要开启多少 spindock type 而定 好 然后呢 再来是更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再来更麻烦的地方是有个东西叫 Rawspindock 注意到这个Rawspindock 跟这个spindock 那为什么会有这两个东西呢 为什么有原始的跟spindock 为什么呢 因为 跟上面的计划有关 跟这个计划有关 就是说 事实上呢 这个spindock呢 它依据不同的情境 比方说 SMP的情境 比方说realtime的情境 而且realtime还要分等级 就是我等下有提了 realtime有分等级 如果说你要做到最高的这个 最高的这个 cernal preemption 那你甚至很多行为都已经不一样了 就是 甚至那个spindock 就被换成 semophone 会犯成mutex 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 所以注意到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们为什么称为这个东西 叫做spindock type 就是因为 实际上我为了满足这些不同的情境 从SMP啊到realtime 当然现在 现在来讲话 以云端的需求 注意到 云端的需求是什么 是什么呢 是 又要多核 又要 又要realtime 那所以 如果你又要多核 又要realtime 你的spindock被扩充得很大 所以 为了去区别最早的spindock 所以注意到最有两个不同的实作 然后呢 再来是有个词呢 要特别去厘清的 这个叫做object 那事实上呢 你会看到有个词呢 叫做kernel object 很多人看到object就会想到 这个东西叫物件导向 注意到不是那么单纯 注意到 object是一个很抽象词 尤其我觉得我们在台湾 不只台湾 应该说 只要是华人 应该都有共同问题 就是 华人太务实了 全世界最务实的民族 大概就是 我们华人吧 太务实了 对 对不对 你讲台湾就知道 超神奇的 你说一个国家 有总统还是没有国 可不可以运作 可以了 对不对 太神奇了 那一个国家 连个主权都 主权 主权跟政治地位都 就是 国际的那个 国际的影响力都都这么 就是 就是 就是国家都没被认同 还是可以讲主权 还可以讲 只要能够拼经济就好 这华人太务实了 对不对 那 所以反过来说 你有些观念很难理解 比如说一些抽象概念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 Kernel Object 是什么 就Kernel Object 很简单 它只是一个抽象 就说 比方说 我们Kernel要做同步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什么 叫做 Synchronization Object 同理 我们可能 Kernel里面会有一些 排程单位 所以它可能有些什么 Schedule Schedule的Object 那 所以比方说你看 这边是最大 我们这边 这份文件不是Linux的 对不对 起来不是Linux 它是Windows的 来欣赏一下 给你看一下Windows怎么写 Windows跟你讲说 Kernel Object Handles 注意到 这个 这个是名词 然后它说什么呢 它说 Kernel Object Handles 就是说每一个 用来描述 Kernel Object 的一个数值 或者一个识别 它是什么 它是跟Passes 有关 好 所以你看到吗 这个东西很好玩 的地方是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今天所谓的 Kernel Object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 Kernel一些内部的状态 Kernel一些描述 那 甚至不然说 一个Process要执行在哪里 哪几个核心 哪几个核 哪几个核 像我们前面讲 Cache的状态啦 讲Memory的状态 反正我们不管 我们把这些东西把它封装起来 包装起来 用个一致的方法去描述 这东西就叫Kernel Object 所以注意到 就叫Kernel Object 然后呢 这边来讲的话 Spinlock 也会有对应的Object 它把这些行为 这些复杂的东西把它包装起来 所以注意到 我们在电脑的词汇 看到Object 要联想到抽象 要联想到多样 要联想到 行为上的变更 以及扩充 要特别联想到这些 这些议题 好 所以注意到 这边讲的SpinlockObject 所以注意到 不是叫你去lock 一个Object 千万不要这样子幻想 我有一次读 某一本简体书的时候 我读到快哭出来了 不是 他把某一篇文章 也许像这样的文章 把他翻 把他说锁住一个物件 天哪 锁住一个对象 快哭了 不要闹了 好 所以就是说 这个 这边讲的这个Object 讲的是一个封装 所以注意到 大家看到 好 比方说呢 这边有东西叫 Relight Lock 他封装了什么 他封装了这个 Spinlock 对不对 他封装了这个 这个什么 像owner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封装了一些 像比较说这个Lock 会有一些 Dependency 有一个Map 那这个东西是来 做那个Day Lock Detection 所以你看 这东西的资讯是 很大量的 好 那有些人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所以你看 我们今天讲这个 Spinlock 它是一个逐渐扩充的 从最少 最早的像那个 Intel 单核的这个Intel i386 这种单核的 它几乎没有做什么事 它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初始值 对不对 因为Spinlock使用的时候 要做一个初始值 他只做这件事 但是在SMP的时候 要考虑到 刚刚讲的一大堆 那在New Time的时候 要考虑到什么 它的行为被翻天覆地的大转变 然后呢 接着我们来思考的东西 叫Ticklock 所以 这我们刚刚教大家 记得名词 终于来解释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Ticklock Ticklock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 示意图 你不觉得整件事很神奇吧 好 来看一下这张 Ticklock 好 那 这边来讲 注意看 注意看这个 这个来讲出来 这是一个披茨堡大学 这个 神秘的 俄国人 他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披茨堡大学的 研究 那注意到 他研究的是什么 他是在云端上校 而且呢 你看哦 他这个东西是 Tick Ticklock Spinlock 然后他要让这个 让这个 Spinlock 可以什么 Pre-ent 所以换个巧克力想 你可以发现 是不是 这边着重的也是什么 着重的也是 Limus Kernel的 Real Time能力 好 注意到 这个东西很有趣味 好 所以你看哦 以这边的研究来讲的话 他的供系在哪里 他供系是 他去 他说这个 这个 简单就是说 他这个 这个 他 强化的 Spin 强化的 Kernel Pre-entient 然后呢 他也对Limus Kernel 做这个 改进 那所以 他们就是在最后 说他们有大 不用 就是很少的称师嘛 但是有很大量的 效能的提升 好 好 那顺便透过这个头影片来 复习一下这个Spinlock 所以他的动作 虽然一开始很简单 就是一个锁 上锁解锁 好 虽然听起来很简单呢 但是实际上呢 有好多种不同的lock 还有这种unfair的 会发生establish的 random random ordered 好 那我们这边 接下来讲到一些 tickets的lock 它是有顺序的 注意到好 它是有顺序 像抽号码牌一样 好 那如果我们要实作一个 快速的一个互斥 那这样的一个实作来讲话呢 其实我们需要理解不同的状态 比方说像一般准的来讲 就是一个短和快的一个quickle section 注意到人家的时间 一般来说是大约一microsecond 或者更小的 那注意到 这是 always assumption 就是作业系统的设计者 期待programmer 我就在讲你 希望你这样的人可以去设计 去思考我的quickle section 然后呢 底下这句话很重要 就是说不应该什么 不应该长期后的一个spinlock 否则会出事 好 那可是呢 问题来 这个是概念 而且换个脚想 如果说今天的电脑很单纯 比方说像这样的东西 手机虽然它听起来很复杂 当然只能说可以做 听起来很复杂 但是手机相对来讲 概念上是很单纯的 因为毕竟手机上做的事情 就是相对比较固定的 而且手机上至少出厂的时候 那些程式 那些预设提供的程式 都是这样 都是测试过的 然后而且你一次 主要的 你在意的程式只有一个 虽然它有一大堆背景的程式 但是你在意的浅解程式 基本上就是画面中看到那个 但是在虚拟化的世界 注意到 这个东西跟LeoTime有关 在虚拟化的世界上 它可能会打破 作业系统的期待 对吧 注意到 你看作业系统的期待 是这样 就是说你这个 Quickle Session 就是在你的 持有那个SpinRM 应该很短的 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上面会发生什么 或是 或换个角度想 你为什么需要 虚拟化系统 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因为跑两个Windows 然后跑得很开心 不是 而是说我今天开发系统的时候 比方说我可以把 透过虚拟化的什么 虚拟化建设 我先在旧版的作业系统上面 执行新版的作业系统 而且用旧版 但是稳定的作业系统 去Debug新版 但是不稳定的作业系统 对吧 你说这什么鬼东西 事实上早期的那个系统就这样发展了 有些人可以查一下 OS 360 Virtualization 好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OS 360 它是 它是非常早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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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 那它是搭配这个 那个IBM叫做System 360 那它是非常早期的机器 那个年代呢 IBM的老板说过一个超经典的话 什么经典的话呢 它说 它认为全世界的电脑 大概只需要5台就好 那当然 后来有人说这个是 是假造的 但是这多少都说明一件事 在1960代 拥有电脑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那问题来 既然一台电脑那么贵 一台电脑 拥有的成本那么高 那你就不可能准备一大堆电脑 来Debug你的软体 对吧 尤其你的作业系统 要怎么Debug 所以很早的时候呢 IBM为了发展System 360 做了什么事情 它在上面就发展虚拟化建设 所以注意到 虚拟化这东西 你会觉得好像很遥远 我讲说 你会觉得好像 好像最近才发展是 博士 你看1964年神奇吧 而且我们刚刚讲的360 什么时候 1965年 人类都还没登录月球 虚拟化建设都提出来 所以注意到虚拟化建设 能够提出来 有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用旧版稳定的作业系统 去Debug新版的作业系统 而且跑在同一台 那可视问题来 既然你今天要Debug的东西 是一个作业系统 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 你在上面执行的东西 有可能不会依据 这个满足这个OS的假设 不会满足OS的假设 当然OS运作就可能这样 会出大问题 所以大概猜得出来 这件事好玩就要拿 旁边就在说 为什么我们讲 云端跟虚拟化有 跟Riotime有关 你看这句话这句很酷 所以比方说 VCPU就是虚拟的CPU 虚拟的CPU可能会去lock 会lock的一个 持有一个lock 但是这个东西 因为底层会有个东西 VNN VNN的缩写 全名叫做Virtual Machine Monitor 或者叫Virtual Machine Manager 所以VNN本身它会 它会去直接跟硬体沟通 那你看到的虚拟机体 是由VNN去提供的服务 所以VCPU上面 执行若干有不同的作业系统 比方说Windows Windows 或者其他的作业系统 发生说你自己写作业系统 然后这个lock可能性 有可能会解不掉 注意到这个lock本身 有可能会长期持有 所以 你遇到这个状况怎么办 所以 这个时间会拉得很长 原本你只需要 1μs的时间 但是有可能拖到1ms 或是1分钟 对吧 注意到 有没有可能发生 有 你光是从1μs 1ms就很惊人了 就1000倍 根本是说1分钟 太狂了 差异非常大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制 所以后来 很多云端的基础件事 他们就设计一个机制 就是这个 比如说 我把Spinlock的行为改掉 让Spinlock 可以允许一定程度的抢占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到 它这个东西叫TikiLock TikiLock 然后它允许去抢占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TikiLock 就像我刚才前面讲话 它就是抽号码牌 所以你抽了号码牌 你可以有一个 相对痊愈的一个 一个 一个顺序 对吧 所以你看到 这个画面中来讲话 这个有0 1 2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应该就照这个 这个顺序去写 去除以 除个Lock Lock 然后进生一个 然后接着4 然后这个HeadLock 好 然后那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假设这个时间点 触发一个Preemption 所以我去抢占 也就是说 我原本应该要照这个顺序 照这个抽的号码牌去指 但是我这时候有一个Lock 有一个Preemption 所以一旦有一个Preemption 发生的时候 整体会变很麻烦 就变成什么 变成说 我就会 就不会照这个顺序了 你看到 这个1 那我实际上 我就跳到什么 就叫做我就抢 抢到这个3 那 这件事就很麻烦 就变成说 我一旦Preempt来讲话 这个 我的顺序 实际上的顺序 就会不一样 那 这个东西会涉及到一个 你可以去查一些相关的资料 会涉及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的公平 然后再次还有 结果的正确与否的议题 所以注意到 在这样的一个研究呢 其实是非常多的 我们今天列出一个P字堡研究 其实只是其中一个研究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查 就是另外一个东西 叫Liotan KPM 那我也在做类似的这个研究 就是Liotan KPM的话 注意到它的出现时间 其实一阵子了 其实三年前就出现了 那更早之前我在 大约在六年前就听到 类似的研究 然后注意到Liotan KPM 它已经是显学了 注意到 在有些公司 比方说瑞赫 瑞赫已经把它的Liotan KPM 用在哪里呢 用在股票交易所 所以在高频交易 其实跟Liotan KPM有关 它里面解决问题 就像这件事 好 然后总之呢 我们直接看结论 就是我们先忽略这些细节 就是你不用一开始 把细节看懂 但是你要知道说 为什么他拼了 那么一直在思考这个议题 好 这个 这个议题呢 你可以看到说 它这个效能落差 是非常惊人的 你看那个数字 对不对 你有没有做这些机制 它的效能冲击很大 好 然后总之就是 你可以慢慢看这边 投影片 因为时间关系 我不讲那么多细节 然后 它的最后 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 就是说最后看到说 只需要做了60行的程式码 变更 然后它做什么事 它把原本的这个spinlock unlock 这些trilock 这个东西的换掉 所以你看 drop in replacement 但是它又确保说 这个东西的 它的正确 可以考虑到那个效能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 是什么 你可以知道说 我们今天讲这个spinlock 跟多核 注意到 这个东西一定要放在一起去讨论 不是说spinlock 执行就一定只有多核能够执行 不是 事实上 刚刚前面来讲 Ninus在这个单核 或者uniprocessor上 也有这个spinlock 但是真正困难要去思考议题 是在这些议题上 而且这些东西会随着云端的架构 会随着服务的形态 以及像Linus用在高频交易 可以去查一下高频交易 它的时间单位 都是microsecond提的 所以以前 你看以前像那个Linus 比方说以手机来讲 手机来讲 一般来排成它的 排成的时间间隔 比方说你long robin 对不对 long robin就是比方说 你有A跟B 在做long robin 的那个schedule policy 它就是每10ms 或是每1ms 切换一次 它就是这么单纯 可是呢 这个东西显然不能满足 这些virtual的要求 如果说你每ms 1ms才去切换这些gats 那会死 而且你遇到那些 Intel Context 还不能去抢占 那比如说你上面 执行再多的这个 virtual machine 你很可能都这样 会超死 而且你这个持有lock 反正 它会限制什么 限制其他共享资源的那个 存取 好 然后呢 这边呢 有另外一篇那个 应该是在百度吧 在百度工作的一个朋友 然后它写了一篇那个blog 我们把它的blog 重新整理过 就是我把它的内容 又把它补充 然后 那它里面就在讲什么 就是讲这个 Linus Spindock 的这个scapability 我这边把它翻译成很扩展 scapability 这个词很不好翻 它要依据情境 比方说我们讲经济学 讲scapability 我们讲这个 Linus讲scapability 讲这个 computer architecture 讲scapability 以及比方说这个 比方说创业 讲scapability 它其实这个翻译应该有不同的词 所以我们先把它翻成扩展 就是讲的是随着多核去扩展 所以这边快速复习一下 就像说这个 我的一个晶片可以封装不同的核 那不同的核呢 封装过程中呢 有个很困难问题是什么 就是要有个cash的一致性 那这有不同方式 比方说有那种snooping 就是说你看我看你一直去看 那但是问题是这个snooping来讲的话呢 它会限制 比方说以内建 按的处理器的手机来讲 那snooping来讲的话呢 它就像CCI CCI的话它只能就是那个 你搭配CCI 然后做snooping的话 你一次只能控制四个核 那问题来你看像我这支手机 它有十个核 对不对 十个核 可是我的snooping control 因为你一次只能碰四个核怎么办 所以你就需要好多的SCU 然后才能够控制那么多核 那这个东西会限制了什么 会限制了这个SMP的发展 所以你看最早的那个 最早的speeddoc 其实它是这么单纯 像这样的一个设计 但是呢 因为我们前面还记得吧 还记得讲什么 这个 就是什么 就是讲这个cashline的bouncing 还记得吧 所以呢 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麻烦就是bouncing 这件事就涉及到公平的问题 因为呢 就是谁呢 去把它 就是 就是我的判断条件是这个 就是 哪一个核可以先变成1 它就可以先解锁 所以意味着说 我只要是它的变化 我就会少等待 越少的等待 意味着什么 越早 越早取得锁 那如果其中有某一个核 永远需要等的时间比较少 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这个公平就被牺牲了 所以你看 它是 你看 不愧是大陆朋友 很佩服的 举个例子 对 这件事在台湾有时候 比较没有感觉 对不对 因为你不太需要一天到晚 去挤这个车子 对 在大陆 对 太可怕了 我每次出差都最怕这件事 以前我每次去 我以前刚去中国出差的时候 很好笑 就是 我想说上海 我要从上海 因为你从台湾搭飞机到上海还好 但是 但是 要从上海 搭飞机回台湾的时候就比较困难 你可能要 比方说坐动车 从其他地方坐动车到上海 然后再搭飞机 那就麻烦那边是 就是 反正我 反正人家听到我说 我要去上海搭飞机 都会 都会 比较好心的大陆朋友都告诉我 我说 你要早点出发 我说奇怪 我明天就下午的飞机 结果我中餐都还没吃 我可能下午 可能我是傍晚的飞机 我中餐都还没吃 你跟我说 要赶快去搭飞机 赶快去搭车 不然会搭不到动车 我就觉得奇怪 反正动车提早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很差的 甚至像刚刚的例子来讲 对 我早上11点跟他开会 我应该提早结束会议 在12点之前 赶快的 冲去搭车 否则我 我傍晚的那个动车会搭不到 有可能 好 这件事是什么 就是涉及到公平问题 只是有人挤得到 有些人就是 开车就比较快 是这样的 好 所以 Ticky Lock Ticky Lock的重点是什么 它是在一个 严格递增 或者是单调递增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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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数字 就像抽号码一样 就抽 那 那这个不管它的起点是什么 反正 越慢抽的速度会大 知道 知道什么 整个数字都走了一轮之后 再从开头开始 好 那所以呢 关键地方在哪里呢 关键在说呢 这件事 因为考虑到 刚才前面讲这个 bouncing问题 所以你看 这底下呢 就会提到一个 这个议题 所以你可以搭配一看 有些词位我没改好 应该要针对那个 反例中文 好 所以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边 注意到 多核 不见得会提到效能 反而是因为Cache9 更新的时间过久 反过来会伤害到效能 好 所以你 还记得前面 前面我们讲那个 csapp的那个 投影片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这个议题 对 提到说这个 提到这个 这个 semophone mutex 这个 这个效能的影响 其实跟这个东西是有关的 好 那底下这边呢 再具体跟大家讲什么呢 具体跟大家讲说 这个 就是透过这个数学模型 好 那干嘛呢 来分析 这个 前面讲的公平性 对不对 因为这个公平性 毕竟是一个概念 好 那底下呢 就用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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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呢 CPU 核心增加的时候 这个 这个 cashline 这个 cashline 要去这个 bouncing 还有它就整个更新的成本 是多大 所以你看底下 就有一些 对应的这个 macbook付连的数学模型 好 这也是为什么 Linux后来会发展一些 特化的spinlock 比方说叫 mcs spinlock mcs 搭配的 qspinlock 好注意到 mcs搭配的东西 有名叫 qspinlock 那 它的重点就是什么 就是降低多核之间的影响 因为 因为 那多核是一个 其实是必然事情 你要知道 就是说像画面座这种 其实太长 再长出现不过了 像这个 这个48 你会觉得奢侈的基本款 那就是 那 有很多核都已经是像我们现在 看到另外一个 一个系统 它是256核 那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spinlock 既然对效能的影响 这么大 但是你又不可能没有spinlock 对不对 所以呢 这过程中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机制 就是重新设计spinlock的 资料结构 而且呢 以这个cache 所以底下 你可以看到什么 就看到这个 底下就有些做一些分析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机制 就是说 这个我要 确保说这个cache 这个一致 那既然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成本 那因为原本是用这个tkspinlock 但是呢 我今天是透过这个特改过的东西叫mcsspinlock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对外的界面看起来是 看起来是一样 还是lock跟unlock 可是它实际上它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资料结构 还有它的行文面是不一样的 那底下你可以去参考一下一些机制 那类似的东西呢 基本上还是有 像这个 像这些 像这个什么 alivocube 突然觉得有 很熟的名词 alivocube 那 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 这个东西一直都在演化 好 然后mcsspinlock 之后我们还会针对这个mcsspinlock 再针对弄个讲座 好 这东西很值得独立一个讲座 一样三个小时 或者更长时间去探讨 好 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 所以请你看一下这篇文章 然后尤其它的数学模型 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个神奇的事发生的 对不对 你会发现 真的是很神奇啊 对不对 就是实际上我们讲这个 我们讲这个tiki-dub 很简单概念就是抽号码盘 然后呢 这个 但是实际上呢 你还考虑到 因为cash对这件事的冲击 是很大的 所以 过程中呢 还要考虑到一个什么 前面讲的公平议题 这公平议题呢 实际上呢 跟我们这个资源分配 好 还有更更重要的地方是 尤其在云端来讲话 它的成本 然后这个 一样的能源开销 能够同时做的事情的差异 这就敢讲scape building 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来讲话呢 也提到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说 Spinlock在实作上 在实用上才去限制 像刚才讲的 就是 就是 像刚才提到这个 TikiDuck 那TikiDuck 在很多时候呢 它是一个合理的设计 但是呢 因为在这个多核 这个CacheDuck 就是这个CacheDuck Bouncing的状况 那这个东西呢 是怎样 是会导致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像是 MPSDuck 这样一个特化的例子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还有 像这边来讲 看看各个这个状况 你看这边来讲话 在原始的这个 Spinlock的想法 它就是为了保持这个多核之间的 治疗的一致 它就会有那种BZ-weight 那这个东西呢 怎么去避免它的这个浪费呢 你看看这个东西 拿完了 这里 它会有一个什么 它会有一个 它会有一个 这个 作用本身会有一个假设 一个假想 然后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玩的地方是 事实上有些编译器 它还会把这些Spinlock 把它移除掉 注意到 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这之后我们 我希望 可以来讲到 像MemoryValue这个议题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个东西竟然还会有一点关联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像这个 底下就有一些说明 你可以慢慢对照看它的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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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题 像这边 像这边 你看到 在这个Spinlock来讲的话呢 因为在原始的设计 它是希望说 不要有这个 就是 让其中一盒 专心把某些事做完 那所以中间不应该有这个 Content Speech 或者是 或者是那些 任务排进来 但是麻烦的地方是 如果你是一个严格的 Priority-based的事情 所以只要高优先权动物 想要排进来 那我应该要让它怎么 让它执行 如果是因为Spinlock 导致高优先权动物 没办法执行 那就会导致 延迟 这样延迟 就会导致什么 高优先权动物 可能会抄袭 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 所以变成说 事实上呢 为了要解决这些问题呢 甚至会有一些 专门的一些locking up 考虑到什么 Priority 这个问题很有趣 但是它会导致一些额外的一个成本 那我们等一下 我们接下来讲东西就是这个 这个 接下来讲的议题就是这个 这个 就是在讲这个 CleanRT 就是在讲这个这样的议题 所以 然后在我们讲这个之前 可以快速复习一下 像VyLock SecureLock 这样的议题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也会像是RCU 或是这个 甚至不需要Lock 这个机子 好 然后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 中语 中语 看这个SMP 对整件事的那个冲击 好 然后呢 你看一下 这个画面上 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在讲SMP之前 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 你可以看到最左边 就是说 我一个事件发生 最大 一个事件发生 到回应 其实它走的路径 比你想象力 大很多 你看 一开始一个 外部的一个中断 出发 扣掉软体中断 所有的中断都是这样 都是由硬体出发 而且呢 它发生的时间点 是不能预期的 好 所以看到我在这些时间 出发 但是真正 处理器 改变状态 比方说 从原本的这个 Normal Mode Normal Mode 变成Interrupt Mode 就是处理Interrupt Mode 的模式 其实会有时间差 所以注意到 这个时间是来自什么呢 这个时间呢 是来自 比方说硬体 硬体切 就是处理器切换的成本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成本是来自什么 这很好玩 有可能是来自 Interrupt Disable 所以看到 如果呢 我今天设定成 就是在某个情况下 某个时间点 我已经设定成 Interrupt Disable 的话呢 会发生什么事 会发生 变成说中断 就不会再 不会立刻去被处理 可能会被拖延 拖延到 Interrupt Disable 或是 Re-Enable 之后呢 才会怎样 重新被触发 否则那个Interrupt 就会先被Cue 起来 可以被放在某个地方 之后才触发 因为像那个电话 对不对 你接个电话 那假设这个自动电话很重要 你就要不要听完 那其他就只能插播 对不对 那反过来说 如果自动电话不是很重要 你就允许插播 那 那Interrupt Disable 是什么 就是连人家打进来都不行 比如说现在电话打进来 像我在讲电话 有人打进来 那如果说Interrupt Disable 就是意味着什么 连插播 都不行 就直接显示什么 这个电话 占线 好 所以你看 这个 从 中断的触发 到实际上 处理器 准备去处理这个中断 其实这样 其实是 有个很重要的因素是 有没有做Interrupt Disable 好 所以你看到 这第一 第一个时间差来自这个 然后呢 一旦呢 你的处理器 执行时间改变之后呢 注意到 执行模式改变之后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处理 我们会处理这个 这个ISR全本的程式码 那这个Inner Service Routine 然后这个东西我们称为叫做 Top Help Help是一半的意思 就是前半段 那你想 诶 那会不会有后半段呢 有 也有后半段 注意到 这个叫后半段 这个叫前半段 好 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前半段 跟后半段 在解释之前 我先把那个流程顺过一次 那ISR呢 他就是来 顾名思义就是来处理这个中段 所以他当然要花点时间 去做一些事情 那中段在处理的过程中呢 他也会有Lock的问题 对吧 你要一直想看那张图 你看这样 这张图 就是 比方说我在处理这个 假的我在这个时间点 变成我进入某个ISR 那我这边ISR所接触到的 这个共享的这个变数 有没有可能会 跟这个C 会共享 有没有可能 废话当然有可能 所以那注意到 我们这边会就有个 特别的版本 IQ IQ版本 那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好玩的地方在说呢 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整件事很 整件事很神奇啊 那所以呢 我会有这个 对应的这个Lock 那Lock呢 就会有些成本 对吧 好 那所以注意到这个Lock 有些额外的成本 好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就是我们去思考一件事啊 ISR它既然就是要做 中断触发 然后接着我要做一些特定的事情 好 那做事情本身 是不是要有成本 好 我们来想一下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 嗯 ISR的部分 然后 然后 比较麻烦的地方是说 ISR的目的 其实它就是在处理 中断对应的行为 好 但是问题是 嗯 很多中断的处理 它耗费的成本 是很惊人的 比方说 Io 好 Io的话麻烦的地方是 一般来说 Io都是很慢的 好 那极少数的情况下 有非常快的Io 我们先跳过 但是多数的情况下 我们所谓的Io 像Disk Ethernet 或是说像这种 呃 像这种 呃 比如说 处理器的这个对外 比如说那种 那个要连通的 就是 跨越电脑之间的那些 资料的处理 这些都是非常大的这个 时间开销 那 麻烦的地方是说 我们不可能说 每次中断处理 那就等待很久 比方说等待这Io都完成 再返回到原本的程式 这耗费时间才太大了 所以 有些时候呢 我们会做什么事情 有些时候呢 我会把 嗯 ISR 就是 那个 或者是我们说的 IRQ IRQ的全名叫 Interrupt Request 就IRQ Interrupt Request 那我们把 Interrupt Request IRQ 拆成两半 好 一个是要快速去回应的 好 所以称为叫做前半段 上半段 好 那反过来说呢 可以晚一点再去做 好 就是后半段 好 然后呢 像这个 磁碟的行为来讲 好 我们一旦收到这个 来自这个磁碟 来自这些网路的这个 中段 好 那我们应该去回应 好 比方说我赶快回应去看 去判断说 来自磁碟的状态 磁碟机 来自这些儲存装置 他告诉我说 现在状态是有效 不效 或是有资料进来 好 那我干嘛 及早去处理 好 可是呢 比方说 呃 后半段的地方 好 比方说呢 我去什么 去追踪说 诶我是要进来了 那我可能需要设定好 必要的DMA 或是一些 对应的一些 硬体操作 我可以慢慢的等 等这些东西再做 好 那我可以一个 就是相当于建工 对 就是我过一段时间去看 看说 诶这个件事到底 什么时候做完 所以变成说 我们每隔一段时间 我就什么 我就醒来去做事就好 好 那所以呢 我就分两种部分 一个是前半段 一定要赶快做的 后半段就是 反正我就知道 工程开始了 反正有效了 我就每个一段 去 比如说设定一个Timer 每个就让我去检查 这东西存不存在 所以你看 我这IRQ 就拆了两个部分 原本它都是应该要 中段触发就要执行 但是我把 一个东西是 一个是要立刻做 一个是可以晚点做 拖延后面的 我们就称为叫IRQ 然后这样 这样的IRQ很特别 我们就叫Soft IRQ 就是所以注意到 在电脑的术语里面 只要是Soft 应该说在作业系统的术语 只要是Soft 都可以这样 都可以去往后拖的 比如说 Soft Interrupt 它意味着什么 我可以用软体决定它的时间 那它可不可以往后延 可以 那反过来说 这个没有标Soft Wave 比方HardWave HardWave Interrupt 它发生的时间 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没有办法预制的 所以这个Soft IRQ 意味着什么 它可以重新的排成 它的时间可以重新的调整 这叫Soft IRQ 但是它不能往后太多 这倒很简单 像刚刚的磁碟处理 你往后拖一点那么多 你资料就不用写路了 没有 资料就不用拖去 拖的时间太长了 但是之所以我们把它拆成 前半段跟后半段 它的好处在哪里 好处在 我在一段时间间隔内 我可以处理更多的中段 而不会被原本的Interrupt Context 把它锁死住 这个概念不难懂 但是难的地方是什么 这过程中又需要涉及到其他的Lock Lock跟Lock之间 会有额外的一些相似的问题 所以我先去可以查一下 就是在 找一些Lincumnal的Lock的那些描述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 就是说 当我这个中段触发 到时要回应 这么长的时间 你以为这样的结束 没有 事实上 这个处理来讲话 我们前面有提到 像这个 还记得前面不是讲 Priority Inversion 对不对 我们最早在什么时候讲 Priority Inversion 在Mutex的时候讲到 对吧 就是讲Priority Inversion 我要不要处理 要 所以我为了要解决Priority Inversion 我需要一些Portical 比方说Priority Inheritance 那注意到 这些所谓的解法 都会导致额外的成本 就是至少时间的成本 那所以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 是会拖延到的 然后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我 我重新排成之后 那我就挑出 下一个要执行的任务 对吧 那执行的时候 就是什么 他就有看对数据 看对数据 都有像是什么 catch miss的成本之类的 这都是要考虑到 所以你会发现 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当我 中段触发 到实际上执行 以及呢 我在回到原本程式 重新排成的时候 这个东西呢 其实把整个成本 拉得很高 所以你看 当我中段触发 在这时间点 到我实际上呢 做出对应的回应 或是对应的这个 比方说像那个 你的电脑 对不对 按下按钮的时候 是中段 但是等它显示 显示一个程式 软体上可以看得出 它在做什么事 对不对 它就像最右边 那个部分 所以你看 我从最左边中段触发 到它显示 其实它是有时间差的 那这个时间差 会导致一个很麻烦的状况 我们 如果 这个延迟时间越长 我们就称为这样的东西了吧 Intel Latency 就越大 Intel Latency 越大 它就有可能会这样 让重要的任务 可能会miss data 那这个东西就 完全不是我们在这个 reotime的期望看到的样子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为了要 继续解释这件事呢 又要回来看这个 SMP这个部分了 好 所以 你可以当做一个复习 好 呃 我们这边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perCPU 注意到 perCPU data 好 然后 前面讲Data Race的时候 已经有解释过 所以应该可以讲的蛮快的 然后 比方说像原本这个程式这样子做 那你可以看到说 我每次要release的时候就是把这个counter 剪掉 所以就是 你可以想这是reference counter reference counter 一个试做 那剪到没有的时候就是把它释放 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错 那目的来 有可能会抢占嘛 对 所以抢占的话呢 就导致什么 导致这个数值已经不一样了 那 这会导致什么呢 表示说 某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资源就释放掉了 可是呢 这时候回来的时候呢 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 这时候回来的时候 这个 资源释放 就不是说 这个释放的对象就不同了 对不对 原本是希望它去 它去存取 它来释放 但是呢 最终呢 会导致 释放的对象会不同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counter这个值 它跟我们期望的 会有不同的状况 对不对 会导致每次执行结果都不一样 所以我刚才提过了 这就是data race 那解法呢 也不难懂 不是容易 不难懂 容易是两码之士 容易可能是两三下就可以解决 这叫容易 不难懂是 你知道整件事需要哪些方法 但是实际上 做的时候 要因地自己去考虑 比方说呢 像刚才前面刚才讲的 我们透过这个atomic instruction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我们刚才提到 会导致这样 结果会不同的状况 不见得需要process b 不见得需要thread b 其实光个中段也会导致 一个 比方说右边是一个isr 也会影响 所以你可以干嘛 disable interrupt 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 disable interrupt 那当然 除了 TopHale的以外 BunkHale也会有影响 毕竟只要顺序改变的时候 都会有影响 好 那所以呢 在Linus Kernel来讲话呢 你看这件事超麻烦的 它会分单核 然后呢 不可抢占 单核可抢占 多核 再加上面组合都加进来 所以最重要 我们今天探索是这个一体 好 这个Otomic 刷群的话之前提过了 就是它会有一个硬体的机制 注意到它有一个独立 有个特质的硬体机制 可以去确保它一致 好 那注意到这是一个很大的 时间开销 成本开销 也耗电 那所以最简单的 在单核系统下 最简单的要去 去解决这种 去单核而且不考虑 preension的情况下 你要怎么确保实作的 Spinac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中段抑制掉 好 那这边有个补充资料 这边有个补充资料 跟你讲什么呢 就是 在这个 s86的指定 是这样 好 那可以对照看一下这篇文章 好 那写的还蛮单纯的 所以比方说你看这边来讲 这个 呃 周边 像你的这个 时钟啦 键盘啦 或者其他的装置 它会有不同的这个讯号来 好 那我有一个PIC 这个P就是Programmable 就是我的IntervalController IC就是IntervalController的意思 我Programmable IntervalController 可以决定说 哪个东西要优先 哪个东西要屏蔽 好 不管 不管PIC怎么设定 最终呢 这个中段就进来了 中段触发的时候呢 处理器的状态会改变 目前的pipeline会打掉 然后那个 处理器状态会改变 然后会去看 我登记的那个 ISR在哪里 所以就找到对应的 比方说clock进来 做对应的timer 要keyboard进来 做keyboard对应的 好 然后呢 这边会有两个重要指定 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 一个就是 这个 这个 STI 那STI就是什么 就是让这个interval可以 可以去 可以运作 那当然你有一个反过来的 叫做 叫做 COI 注意到COI呢 它不是关掉interval 它不是关掉所有的 它是限定 限定 把某些interval清掉 因为 但是不管怎样 CTI不可能把所有的interval清掉 有些interval就是 不可能被 被抑制掉 比方说像reset 这东西是不能被抑制的 所以 CTI它是 它是disable 特定 特定的interval 好 然后呢 所以你看这段程式码 在做就是 怎么单纯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个神奇的事情 来 你们看这个东西 好 你看哦 这是单核不考虑 cernopulation的前提下 好 所以你看 这边呢 这个叫localirqdisable 好 然后呢 这叫localirqenable 好 所以这边讲的local 显然就是什么 讲 讲这个单核 对 这个这个 单核 好 然后 所以它就对应到这个 COI跟STI 好 然后 它的这个 localirqsave 跟localirq restore 它本质上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其实它就是把什么 把处理器的 就是那些暂存器的状态 把它保存下来 所以换个角度想 这边处理的东西就是一个什么 interval context 好 所以我确保说我在 在做 在做这些interval的 SR的时候 它的 它对应的这个 呃 这个这个什么 这些 registify的内容 可以適当的保存跟还原 好 然后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在这里 在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在多核的世界上 会有很多变形 好 所以比方说我们刚才讲这个 SMP 好 我们讲这个这个 unipossessor 好 很有可能会有不同的东西 好 所以比方说呢 刚才有一个问到这个有趣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localirq 跟这个 好 这个前提呢 你会发现 这个前提有趣的这样在哪里呢 在于说呢 其实呢 这是要看情境的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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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要看情境 然后以 单核不考虑kernel preemption的前提下 它是很单纯 它就是 它就只做这个distableinterrupt 好 但是在 在考虑到kernel preemption的前提下呢 好 这上面就会变得很复杂 好 给一个提示 那个preempt count就会出现 好 好 那在我们讲preempt count之前 来看的 来回家看这个spinup 所以在多核 世界上 它是它是必要的 好 而且它就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 looping 涉及到这个loop 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 这里 这个东西呢 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虽然这个spinup 可以去避免这些race condition 避免前面讲的一大堆 data race的状况 可是麻烦的地方是 它对整体的冲击是什么 因为它就是某个角度 它就是有lock之间的竞争 就是我就等 一直等 然后所以整件事麻烦的地方是 它对效能的冲击 是非常大的 然后如果更麻烦的地方是 你把前面讲的caching caching line的那个bouncing 把它加进来的话呢 就会有这种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这是Linux一直在做 所以帮我说像前面讲的 mcs mcs qspinup 其实在解决这些问题 好 然后呢 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 就刚才前面提过的 cache convenience 注意到这个东西的产本 是要考虑进去的 所以我不管是用那个bass snooping sniffing的精致 或是说w3-based 这些都是 都要一个什么 特定的一个 方式 讀取的顺序 然后呢 还要考虑到你的 初一切架构 比方说你numa 那你在numa 来讲的话呢 你的 你的主机体 它实体上 就不是连续的 所以变成说 它可能就是说 你就想像说 我机体 它可能有四个区块 那这个四个区块 在某个情况下 就会有区块 跟区块之间 它是怎样 它是不连续的 实体上是不连续的 所以意味着它的正确性 因为它的效率 你要额外去考虑 所以为了这件事呢 事实上有个 有个特别的协定被发展出来 这个叫做nbsi 那nbsi 这个cache line 这个东西呢 就是这个 这一段的内容 是没有cache 所以像刚刚前面讲到这个 做spinlock的时候呢 我们就大量的去做什么 要大量的去做invite 好 然后底下的这个描述 可以对应看刚刚那个 刚刚讲这个 用数学模型去解释那个 还记得吧 就刚刚讲 讲致命文章 这个scapability问题 可以对照看 好 那 终于可以继续往前走 所以 因为scapability 议题是 这么多 所以表示说linus kernel呢 就要 持续去解决问题 所以linus kernel就有 一大堆这个解法 所以你看 相看的 为什么会有两个 两个for loop的这个东西 whide loop的这个东西 还记得吧 这个 为什么这两个呢 就跟这个东西有很大的关联 你不觉得很神奇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就是 就是要避免这个像pipeline flush 啊 这种就是所谓的那种 force positive 所以请对照看一下 几分讲的一个 讲的cache的部分 然后这个东西呢 它没办法避免 所有的这个force positive 但是它就是 可以限缩它的那个冲击 好 然后再来是在特定的结构下 注意到是特定的结构下 比方说的x86 那里面有个很好玩的东西 叫qspinduck 就是它事实上里面会有个什么 它会有这个 spinduck会有一个 你可以再做一个reordering 那可以去避免什么 避免做cache 平凡的cache embedded 就是说如果你可以把reordering 的话呢 你不用一直在做这个 这每一盒都要去做 所以你看这边来讲 为什么10啊 17啊 99啊0 它通过这个方式呢 就看它是什么是用到 然后注意到 这个东西跟前面讲那个mgs spinduck是它核心的精神 好 然后呢 随着这个技体架 那个那个 处理器架构 比方说这个neuma 还有什么ccneuma 那这些东西呢 会有不同的什么 spinduck的最佳化策略 所以注意到啊 这个都是q 所以这边这句话 请你回去想一下 这个我们之后再讲那个 mcs spinduck的时候 会专注在讲这个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讲的 讲那个我们讲了很多次的公平性 那这个东西又变得很 很麻烦 好 然后呢再来去看什么 再来去看这个 涉及到这个interrupt 好 所以回去想看那张图 这张图 对 我们前面讲到有前半段 top hell 跟button hell 那button hell 缩写叫什么呢 缩写叫bh 这Linus很讨厌的嘛 一听到有这个 一听到有缩写的 好 那这个button hell 这是所谓的这种 这些interrupt context 到底怎么跟这个spinduck有关联 为什么要特别去注意到呢 来 来看看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呢就是涉及到麻烦的地方是呢 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 dayluck 好 好 所以你看哦 比方说呢 假设有一个process 好 那我们做什么事 我们去 acquire take这个spinduck 好 那接着呢 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在这个spinduck发生的时候呢 的确有个interrupt發生的 好 那interrupt發生的时候呢 处理器呢 处理器要做什么 要 就是 就是如果你没有抑制interrupt的话 好 interrupt handle的话 而且 或是interrupt没办法被抑制的话 那你就要跳到什么 跳到它对应的interrupt handle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所以它的interrupt handle就执行了 而且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他也去take这个spinduck 所以 你会发现好玩的啊 上面呢 是 我们在 在我们现在spinduck的这个process contest 对吧 所以已经有这个spinduck了 但是我在这个时候呢 他也去 acquire这个spinduck 好 那所以这时候呢 会麻烦就是 这时候呢就是你要acquire这个spinduck 我也本来一进而快的spinduck 所以变成说呢 到底谁最后抢到这个spinduck 好 这个其实就是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困难 对吧 就是 就像塞车一样 对吧 就是到底是哪个往前走 好 那以前呢我们spinduck 还想回想一下 spinduck最早要解决问题 是吧 不就是critical section 对不对 我要确保说我程式 不管是谁先谁后 谁先进来 谁先 谁先离开 谁先离开 谁由后进来 好 我不管谁要程式的那个 顺序 但是我应该要在 critical section 的 确保 确保critical section的正确性的前提下 我要确保 会有一致很明确的解答 好 但是daylock发生之后呢 我就不会有解答了 对不对 因为 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好 所以这个很麻烦的地方在哪里 很麻烦的地方是说呢 所以事实上呢 在那个 其实有一些解法 好 所以你看 我们会有个特定的 注意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会有个特别的版本 叫做irqsave的版本 好 那当然还有个 对应的东西叫 那个 对应的东西叫什么 spinduck restore 然后 所以它的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把 这个情境 这边的这个spinduck 跟这边的情境 好 我们把它绑在一起 好 避免说呢 就是都要去 acquire的状况 好 所以 所以 我先去disable 然后acquire slack 然后acquire slack 所以注意到 因为 之所以这个东西会发生是因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被disable 所以我们先做一件事 我先disable 然后再怎么 再把acquire slack 然后之后再回原 好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 为什么叫restore 所以这个restore 然后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是帮助说前面有这个东西 我帮助disable 好 然后但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那个是irq 那如果我们发生在button hell 也就是说我可以重新排成的地方怎么办 所以注意到它会有一个专属的一个api 那在linus kernel里面有很多的混用 混用这些lockapi会不会出问题 有时候不会出问题 但是在这个混用来讲 长期来讲会出问题 所以在这个 这也是linus kernel比较麻烦的地方 是它提供这些api 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写错 或者说有时候你也知道吧 尤其是你在工作的朋友就很熟悉 多数的专门都不是你写的 你只拿现成专门来改 那你改的时候有可能刚好就某些又没改好 对不对 那就可能遇到不匹配不成对 没有处理好 会发生什么事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虽然button hell有对应的 对应的api 但是很可能这样 很可能会有错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用对的话 或是原本的参考程式本来就有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说 在linus kernel开发很麻烦的地方 是说你不是只是看说 查阅书本看的api的行为 因为你不是从头开始去写的 所以事实上呢 你会有参考一些既有的程式吧 那你既有的程式吧 有可能它有潜在问题 你要能够找得出来 好 那所以呢 这些议题加进来之后呢 我们下一个要考虑的议题 就复杂一点 叫做什么 Curnal Preemption 这里 Curnal Preemption加进来之后呢 整体来讲会变得很麻烦 注意到一件事 Curnal Preemption加进来之后呢 其实它对效能 更正确的说法 叫做throughput 对throughput 所以同个时间 一段时间内 能够处理的任务总量 或是这个事件总量 或是工作总量 我称为叫throughput 会有影响的 但是这个东西的引路 Links 课程也很有趣 它给你好多个学校 比方说你可以选 No Preemption 也就是说不会做坑的Preemption 也可以像Preemption 也可以像Preemption RT来讲 是几乎任意未断 都可以发生Preemption 也有中间的 比方说自愿的Preemption 或是一个基本的RT的Preemption 反正它有不同的等级 那这些等级呢 都涉及到一个东西 叫Preemption Count 所以这件事很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的 乘 RQ的执行与否 它涉及到用Preemption Count 去决定 所以你看 你看这个东西 RQ Count 在这里 就是问说 你是不是在 在Interrupt 那我就问说 我要不要做这个 Solver IRQ 所以你看 对应到这张图 所以我去 那些BundHell 那些Solver IRQ 要不要执行 它完完全取决于什么 你的Preemption Count 所以你看 整件事的行为 变得很奇怪 就是 像这个议题加进来之后 会变得 考虑因素很多 但是对不起 这些东西一口气都要 判断进去 好 然后 那这部分有兴趣的话 请你参照 这个 这方面的描述 就是这边有一个 这个 还不错的电子书 不过 你乍看有可能看不懂 因为它讲议题比较多 所以 你可以顺着上面的顺序 那之后 这个 之后我们 有一些对应的录影 去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 那相关的说明 那这边帮你画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Kernel里面这些Synchronization 就是 Primitive 其实蛮多的 明天是Synchronization Security Lock Automic Instruction 然后再来是 这样一个 Spinlock Object 那边它的一个栏位 就是这个 Raw Spinlock 你看看 就是 Raw Spinlock 然后除了这Raw Spinlock 以外呢 还有依据你的不同需求 比方说你要不要做这个 做这个 Daylock Detection 就依赖这些 这些 额外的这些 而且 额外的这个 成员 好 然后再来是 底下这个的话就是 把那个Linscom 对应的那个程式码 那你可以对照看 你手头具备的程式码 去看 然后关键的地方是 在这过程中呢 还会有一些 这个 Preemption 所以这会有个东西叫 Preemption Counts 然后 Raw Spinlock 在做的事情 在做什么呢 它会去抑制 注意当 Raw Spinlock 原始的Spinlock 它会去抑制 还原 Preempt 所以注意当 所以 在Raw Spinlock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如果说 你做Raw Spinlock Raw Spinlock Lock 做Raw Spinlock 它就是 Disable Preempt 那通理 如果是还原的话 就是让Preempt 还原回来 换回想 我想 整个Linux Kernel 迈向 Kernel Preemption 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 让 Kernel 除了 Preempt Disable 到Preempt Disable 这一块区块以外的程式码 都要能够被Preempt 所以你会发现说 用 Raw Spinlock 实作出来的Spinlock 这就要有点老舌 对不对 还记得刚才那个资料结构吧 这是Raw Spinlock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用Raw Spinlock 可以实作出什么 实作出Spinlock 对 你看到 Struck在这里 然后但是呢 这个Spinlock的结构在这里 但是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Raw Spinlock 所以注意到 我们换个角度讲 我们是用什么 有能力去Disable Cernel Preemption 的Raw Spinlock 实作出 组合出一个Spinlock 好 所以 重点 在于什么呢 就是你要去看 比方说这个 这边讲到Preemption 所以 讲到这边你就比较理解 所以你看 我们讲到多核 我们讲到Preemption 对于像云端 对于这个自动控制 它的必要性 而且最酷的里面是 Preneur RT 中央 merge 到Ninus kernel里面的 所以整件事 又会继续变得更复杂 像什么Kernel 什么Lock Ready Data 之路谁这种程式码 都非常惊人 像什么 我就不打开给你看 像这样的程式码 动辄七千行是很正常的 对你没有听说七千行 只是为了把这个Lock的流程 还有它的Detection 或者那些Daylock 处理好 侦测好 就有很大的一个障碍 那另外一篇的话 就是延续这个主题 比方说跟你讲那个Cue Spinlock 因为我刚解释没有解释得很清楚 因为我想要再下一次的讲座 再跟大家探讨 那这东西都涉及到是最佳化的议题 好 那所以呢 你会发现说 其实真的 这个很麻烦 那 而且 除了Daylock以外 还有一个东西叫 Live Lock Live Lock 又是一个神奇的事情 又非得非讲不可 这是我们讲过比较久 但是 希望是值得的 好 我们接下来讲这个 Live Lock Dedlock 你在搜寻Dedlock 在这边通片 好 那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这两种Dedlock 好 这Dedlock 我们快速复习一下 Dedlock 就是来自于 比方说你这个共享资源的那个顺序问题 所以比方说你在以前在恐龙书 注意到恐龙书 有跟你讲说这个 什么四大冲药条件 注意到那个四大冲药条件不是很重要 以实作的观点 注意到实作的观点 那个冲药条件 其实不是很重要 但是为什么你基本上都记得的 因为研究所会考 你知道我们大学老师 有时候还没有尊严 研究所会考的东西一定要教 研究所不考的东西呢 就不能教 对吧 不然学生会生气 对吧 会说这个老师误人之地啊 然后去那个D card 教一堆垃圾啊 讲话不讲清楚 对 那为什么选用恐龙书呢 我不想解释啊 但是你知道吧 至少我们需要一点共识吧 好 那总之Daylock他的观念 他的这个行为很好描述 你看 这一句话就描述完了 就是说 事实上你没有一个Task 是Ready的 就是反正我急你你急我 好 然后呢 当然没有任何一个Task 是Ready的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就不能往前走 所以注意到啊 不能往前走 好 那跟Daylock有个颠倒状况 叫Livelock 好 注意到 在Livelock的发生的时候呢 其实任务是有往前走的 好 但是走的没有意思 好 这个就是这样什么呢 这个有点像什么 就是像两个男 嗯 那个你 啊不对 你小时候课本 跟我的课本可能不一样 但你小时候应该 好啦 就讲一个 又听过一些故事吧 就两个人 你急我我急你 对不对 就两个人 就是要真正去抢着一 就是假的门很紧 假的你想要一个门 那两个胖子都想要挤进去 一个胖子都可能 都不见得很 不见得很容易 顺利挤进去一个 一个门 更别说两个胖子 所以两个胖子就是 你急我我急你 就冲到就挤不进去 这个叫Daylock 对不对 或者说像那个 你以前看到一些 像那些什么 那些 描述一些驾驶的 对不对 就是车子 循环在那边 都不能动了 所以叫Daylock 可是Livelock 刚好是另外一个状况 在Livelock的系统来讲 它其实是可以跑的 注意当 Task是可以跑的 但它发生什么事呢 就很像那两只山羊要过桥 然后你知道 羊妹妹很客气 所以说 你先你先 我先我先 你先 另外说你先 所以两个人其实有在跑 注意当上面是你急我我急你 其实没在做事的 就没办法往前走 他鼻子在那边内动 可是这个Daylock 其实有往前走 但是每次做任何事情 就是 就是像那 你先你先我先 对不对 然后就类似住持人 就是相互离浪 那种相互离浪 它也会造成一个 Daylock 就是 实际上 最后 你说 新的任务有事情 也没有 那从头到尾就是 就是这边 它虽然有 整件事有 这个 有任务有在跑 但是实际上它最重的结果是 它也没有往前走啊 对不对 就是你就是陷入到一个状态 就是你 这个 这个 你让我我让你 这种状况 我称为叫Lightlock 然后Lightlock 在什么样的情况 特别容易发生呢 在Speedlock 的状况 好 先来看一下 所以呢 因为我们都回想一下 Spinlock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 Beasy Waiting 然后呢 而且这个Beasy Waiting 是跟什么 处理器的状态本身有 有很大的观点 所以我们刚才讲一大堆 这个 像这个Caching Cohenance 这种议题 对不对 那可是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在某个角度想 如果你的Spinlock 缺乏一个正确的处理 也就是说你Spinlock来 完了 那没有一个什么 没有一个对应的Unlock 比方说 因为编译器有可能会把你去掉 注意到好 编译器 这件事会发生 之后我们讲Mame Value的时候 会讲几个例子 让你觉得心里很震撼 那所以导致会什么状态呢 导致说 那有没有可能就一直Spin下去 有没有可能 有 而且更惨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来自编译器 来自Program本身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所以会导致大家都等 所以任务其实有在跑 不是我挤你你挤我 不知道 他这些车有在跑的 可是他就是这么 我等你 你先你先 尤其你在中国式的客套 你先你先你先 屁啊 每个都其实不想先 只是怕人家被骂 所以就先叫你先 我年纪比较小 不应该吃这个 他年纪比较大 他应该吃 对 其实这个 所以这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Spinlock跟Lightlock 的关联就出来了 所以你看 整件事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边有另外一个数学模型 这边有一份同一面 请你自己看 那这边来讲话呢 你看 因为原本有一个Assunction Assunction是什么 就是原本它的过程应该很短 应该在Lock的过程也很短 但是如果说像一个Intel发生 对不对 你看整件事呢 你有没有觉得跟哪些是很像 跟我们前面讲这个Priority Inversion 注意到 Priority Inversion 看下在哪里 这里 还记得刚才讲这个Priority Inversion这个例子吧 所以你看 很多东西呢 乍看好像没什么关联 然后瞬间 串起来 对不对 诶 再回来看这个例子 你看喔 在这边来讲话呢 你看喔 假设呢我今天 有一个Spinlock 被Lock 然后呢 这过程中呢 有一个什么 Intel handle 就是假设一个Intel handle 它这个持有一个Spinlock 那所以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麻烦的地方是说 一个Intel handle 它持有的东西 就是 Intel handle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叫做Tao 那 那原本Tao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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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I 它就 编号I 编号I 然后呢 接着呢 我做一件事 你看喔 这里 就是 我就会等待 等待这个 SL 可是SL 它是什么 是TaoI 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就是EA 就是不管它的编号是多少 对不对 那 我麻烦的地方是 我原本 Intel handle 它用Spinlock 就是想要什么 就好说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不会发 不会有什么 不会有人打打我 那其他东西在Spin 可是呢 因为我持有的方式 有问题 对不对 就是我持有的时候 结果 结果 Intel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发生 然后我又要去持有 所以变成说 我等待的对象 就变得非常 就变成说 又遇到刚才前面讲的 你等我 我等你 所以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就很麻烦 所以像前面提到的 我们无可避免 就需要一个 Disable Interrupt 的办法 否则呢 这个什么 这个Lilog 就还是会发生 可是问起来 Disable Interrupt 就意味着Latence的增加 所以 麻烦的地方是在什么呢 在这里 所以我们 来讲话呢 就是要去去把 去去把说 这样的一个Disable 是要 是要 是要发生的 那所以意味着什么 这个Kernel啊 就 就当他去持有 这个Spinac 的时候 这个Kernel不能被 被中断 那 这个东西就会导致 导致延迟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 你会发现说 在某些商业的 Atos 他会宣称 完全不用做 Disable Interrupt 这个东西我是存疑的 这个东西我在某些 我就不 不讲哪一个 做一系统 我听过很多次 但我从来就没有发现 我这件事的存在 也许 应该 那句话应该修正成 几乎 不用 Disable Interrupt 那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合理了 因为Linus Kernel 也在潮流中存在 所以以前Linus Kernel Disable Interrupt的范围 是很广的 但是它越来越少 好 我们可以快速看一下 我在去年 在2007年 我有一个 在 Embed Linux Conference上的 就是 Linus Foundation 举办的 Embed Linux Conference 我们就 发表 我们在城大 做了一些研究 那总之就是说 你看 早期的Linus的设计 是这样 就是 只有在User Space Pre-entient number 就没有 Pre-entient的话 只有在什么 只有在返回User Space 以及在User Space 的时候才能够这样 才能够Pre-ent 但是一旦你打开 Pre-entient的选项 看等级 一个是自愿被打断 自愿被打断 能够打 意味着打断区域 就是只有自愿一段很有 但是如果你打开 Config Pre-ent 在现在很多 本来说Ubuntu Linux 预设就是这个选项 预设就是这个选项 所以它可以打断的地方 就变多了 那一旦打开 Full Pre-ent 其实怎样 就是 就是说 不然说Spinar本身 都可以被打断 只有Law Spinar 还有Disable Kernel Pre-entient 的时候才不会被打断 所以你看整件事会变得很有趣 你看原本的设计是这样 原本设计就是说 今天会有一个 Top Hell 就是所谓的Hard IRQ 在这里 然后Soap IRQ 可以排成的 那不管是Top 或是Top Hell 或是Bundum Hell 它们都是很重要的 它是几乎是这样 就是以这个来讲的话 它都是超软于其他的任务 所以其他任务再怎么重要 优性再高 我们这两个Intel Handle 是不会管你的 不会管你的优先权 所以变成说 你其他的 有不同的优先权 其他高院权任务 不管任务多高 它不能抢在那么执行 可是呢 在PreneRT的世界来讲 变得不一样 只有极少数的Intel Handler 是不能被抢占的 但其他的什么Intel Handler 一般的那个 那个 Intel Handler 它就像一个执行区一样 所以它是执行区 就意味着什么 它就要遵守那些执行区的规范 不然就有优先权 所以意味着 即便是Intel Handler 也可以被抢占 所以为什么 这是 那么多的地方 是pre-endable 所以 所以我希望大家去想 就是说 我们这边讲这个 Spinna跟这个多核 它其实它的冲击是很大的 而且 Spinna一直在演化 为了效率 为了公平 以及为了这个 整体来讲可以符合 尤其像这个 RioTime的这种需求 其实是 我们不能忽视的 好 那我们先探讨这边 好那感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大家